听众朋友大家好 而不得不离开学术圈 坐牢 种地 办报纸 开工厂 玩股票 捣黄金 一直到40岁那一年 经商获得极大成功的沈志华 决定重返学术界 并在此时遇见了他心中的 奇女子李丹慧 从1996年至2002年间 沈志华个人出资140万元 搜集俄国解密档案 15000多件 从而将中国冷战史研究 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主编的《中苏关系史冈》 和《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等著作更是轰动坊间 而李丹慧1954年 生于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 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 冷战史中心研究员 及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从小性格叛逆的他 当年选择夫婿的标准 竟然是穿得越破越好 但显然他将丈夫沈志华 打扮的还是颇具绅士风范 不久前一个春末夏初的夜晚 应山东大学天人讲堂的邀请 沈志华李丹慧夫妇来到济南 为山大学子们进行了一场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 及珍宝岛事件真相的联合演讲 讲座结束之后呢 我趁机采访了这对中国史学界 颇具传奇色彩的夫妻党 现在呢是在花园路的圆圆圆餐厅 先来点介入广告啊 谢谢他们的支持 然后马上要进行的是 沈志华李丹慧嘴对嘴 志华老师呢是素有中国冷战史研究 第一人的美称 丹慧老师也是在冷战史领域啊 很有成就的专家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热衷于研究冷战 你们俩在家里搞不搞夫妻冷战 过去经常搞 比如有时候我会不太高兴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不拘小节的人 经常可能有一些细节 他不注意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然后我就不理他 细节比如说回家进门 不换拖鞋之类的 那倒也不是 不洗手 那你应该去春晚给那个刘谦当托儿 那上面有一个不洗手 手挺脏的那个 我现在说话 就是说的一个词 最多的词就是洗手 后来目前 然后他呢 心了我的这个 因为他老邪我捞的 他洗手嘛 所以他就会洗手了 但是他不用肥皂 所以呢我现在又加了一句 用肥皂洗手 这是我说的最多的 志华老师你为什么不洗手啊 你是不是手上记着一些档案的日期之类的呀 不是 进门就工作嘛 不过我这会儿看着志华老师的手其实挺干净的 昨天晚上在天神讲堂上 我觉得特别惊讶 就是你在讲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起源的时候 你对朝鲜战争进展的就是每一个日期都好像自己脑子里挂着一个日程表一样 而且我可以作证啊 志华老师面前一寸稿子都没有 所以我那会儿其实也怀疑你是不是把日期写手上了 因为他们好多歌星啊 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都把那歌词写手上当提示器 是吗 对呀 这办法好是吧 这我还不知道 不过我那写不下呀 那多少事啊 这个倒是不用 因为你研究久了 还是印在脑子里了 今天晚上是我们天神讲堂的第21期 今年是朝鲜战争60周年 而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 正是沈志华教授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让我们一起来到山东大学天人讲堂 聆听沈志华的精彩演讲片段 朝鲜战争这个题目啊 其实我想中国人都非常感兴趣 那么到底这里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俄国的这个档案文献 去寻找里边的蛛丝马迹 然后把它揭拼起来 才能够捋出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这么一条线索 我不知道山东怎么样 我在北京 弄个出出四车汽车司机能跟你谈上一钟头朝鲜战争 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今天不谈看法 我只谈过程 就是朝鲜战争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谈朝鲜战争呢 你先得理解三八线 因为原来朝鲜是要托管的吧 从亚似他会议决定的是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四国托管 但是到了四五年十二月召开这个莫斯科会议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个英国还没力量 远隔重援 重阳他这个军队也过不来 这个蒋介石呢也没力量 他这个打共产党还来不及呢 所以他说算我们也不去了 这样就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 来解决朝鲜的托管问题 但是到了四七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欧洲冷战的爆发 美苏的从原来合作的这么一种态势呢 转变成一种对抗 所以在朝鲜半岛呢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因为它托管是什么意思呀 托管的意思呀 就是因为你原来不是一个国家 你朝鲜原来它不是 它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嘛 所以你没有政府 你不像这个东欧的 什么欧洲那些国家 战争打起来了 政府全跑到英国 跑到哪流亡政府 现在给取回来就完了 你原来没有 你又没有军队 没警察 你怎么管理这国家 所以要托管 托管呢就是要建立政府 由联合国或者由外国占领军 帮助你建立个政府 那么这样子 这问题矛盾就出来了 因为苏联占领的北朝鲜呢 和这个美国占领的南朝鲜 完全支持的是不同的政治派别 这样子呢 苏联就支持金城呢 也搞了一个国家 所以到48年的时候 朝鲜就分成两部分了 那么金城那会儿呢 非常年轻 因为金城他是原来在东北 跟着那个杨敬宇打游击的嘛 后来这个41年日本大扫荡的时候 杨敬宇牺牲了 牺牲了金城就逃到苏联去了 逃到苏联呢 当时在这个哈布洛夫斯克 共产国际帮助这些抗联战士呢 组织了一个88旅 88旅里头呢 其中有60多个朝鲜人 其实他们当时主要是搞情报 我看那个俄国大案里头记载 这个对金城的评价是这样 说这个金城 这个非常活跃 积极靠拢组织 经常汇报思想 俄语学得很好 在这个朝鲜人当中 比较有领导能力吧 但是实际上 9月份他们回到朝鲜 4 5年9月回到朝鲜的时候 那个时候苏联并没有用的 而是用了另外一个人叫曹婉直 曹婉直呢相当于中国的孙中山 是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4 5年莫斯科会议以后 因为曹婉直呢 是坚决反对脱管 这个苏联拿他也没办法 后来这人就消失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向如何 然后这个苏联 这个当时就是后来的苏联大使 当时是25集团军的 这个政治部主任叫斯蒂科夫 他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 他说 金城这个人非常可靠 对苏联非常忠心 年轻有为 结果就把他推上来了 后来他就等于是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相 到了48年底的时候 苏联就宣布单方面撤军了 因为整体来讲 从4 5年到48年的 北朝鲜治理的比较好 经济恢复的也快 因为他一党制办什么都效率高 能够集中资源 南朝鲜是搞民主是民主 一天到晚就跟那吵 不是你骂我 我骂你 你暗杀我 我给你杀个伴 弄得一天糊涂糊涂的 经济也恢复不起来 一片乱糟糟的 所以苏联人一看这状况 他觉得北朝鲜 他不能站住脚了 所以宣布单独撤军 他的目的是让美国人也撤军 结果这个李承晚不干 说这个那不是 你走了 说我现在连个国防军都没有 警察都没有 说这国家怎么治理 说不行 好歹你得给我弄个国防军 这么着美国人就拖了半年 49年的6月份才全部撤军 苏联红军撤走了以后 49年的3月份 金城就到了莫斯科 找这个斯大林 当然从这个是公开访问了 因为他是签进一个 什么经济文化协定 但是在秘密谈话当中 金城提出了统一朝鲜的问题 斯大林说不行 现在时机不成熟 一个美国人还在哪 你怎么统一 说再一个 你也不要想用通过武力的手段 来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因为战争刚结束 说只能是和平统一 除非李承晚要发动进攻 你做好准备 打他一个反击 收复南方 那么这样子金城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大甘心 所以他就派金一 就是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到了北平 当时毛泽东刚进北平 刚从西柏坡签来 金一来了 说金城同志让我来 说你有什么事 说这个我们知道林彪的部队里头 有两个朝鲜师 金城同志希望我把这两个朝鲜师 带回朝鲜去 后来这两个师经过整编 大概7月份就进入了朝鲜 就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 后来打朝鲜战争 主要是靠这几个师打的 但是谈到统一朝鲜的问题的时候 毛泽东又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我劝金日成同志要谨慎 说你这个要打起来 万一美国人日本人要参与怎么办 说那个时候我可帮不了你 因为我现在的军队都在南方 最好你等我统一完了 金一就回去了 跟金日成说了这情况 所以到了1949年的7月份的时候 这个美国军队也撤走了 朝鲜师也都整建制的过来了 武器装备也不错 金日成就非常高兴 而且很有信心 他就制定了一个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他的计划什么呢 他说我把人民军沿三八线一字排开 然后我先打翁京半岛 如果国际舆论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美国人没出动的话 我就全线出动 两个星期占领整个南朝鲜 把这个计划就报给施迪科夫 施迪科夫看完以后非常满意 但施迪科夫他本身不是军人 你想他是政治部主任 他是挺满意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方案就报给莫斯科了 到了9月24号 苏武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 就讨论这个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最后结论是不行 说劝金城呢 说还是搞和平统一 你多广播广播写点传单 就号召人们拥护你 然后派游击队去南方捣乱 就弄点这了就行了 现在只能做这个 当然你要做好准备 如果南方要要发动警攻的时候 你可以反击 还是大概三月份斯大林那个思路 金城收到这个电报以后 这个施迪科夫回电讲的 说这个金城同志非常沮丧 这个痛苦万分 但是毫无办法 他只能接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 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 李端慧夫妇不久前 做客山东大学天人讲堂时的精彩演讲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 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 是中苏朝三方的密谋协定 然而从沈志华的演讲中 我们可以看出并非如此 而更多的是出于金城同志 完成统一朝鲜半岛大业的愿望 但是斯大林为什么对这个愿望 从遏制到秘密支持 而中国又是如何迫不得已卷入朝鲜战争 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还是来听一听沈志华和李丹慧夫妇 与冷战史研究的渊源吧 这就是49年下半年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志华老师丹慧老师 你们两位为什么最终还是会把这个研究领域锁定在冷战 就是我们的初衷呢 是要搞历史研究 搞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档案文献 但是以前因为中国它不开放档案 那个苏联也不开放 反正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开放档案 你没那个条件 那么苏联接替以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机遇 我是93年 基本上这个钱也赚的差不多了 就想真正的回到这个学术界 之后呢 志华老师就做了一件令历史学界很震动的一件事啊 就是赤巨资 去前苏联的档案馆 买回了很多很多的档案 说起来啊 其实这个跟冷战史的这种渊源 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因为冷战史原来都有研究 但是自从俄国档案解密以后 在国际上出现了新冷战史这么一个新的学术潮流 他就是注重档案文献 从搜集解读这个档案文献来重构这个历史 因为原来因为有铁幕拦着嘛 谁谁也看不清对面是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档案看不到 再一方面就政治上的有色眼镜 看对方都是变形的变色的 所以冷战结束以后呢 一个铁幕没了 双方可以走动了 再看对方世界原来是这样 那么又可以看到档案 这样就使得史学家 他就有这个基础 有条件去重新认识对方 重新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 重新认识一个过程 那会冷战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会还说不上就是进入冷战史这个行列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研究的内容啊以前都有 以前不是说没有 但是有意识的利用多国档案来重构这个历史 这还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应有之一 这是从研究方法上 从我们搜集这个俄国档案来开始解构 和这个国际冷战史 从研究方法上研究的思路上 是吻合的 再一个呢 就是96年1月份 我参加的那个关于朝影战争的那次会议 那个对我的触动比较大 因为我是从94年开始搞这个朝影战争 在俄国档案里头呢 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多新的材料 我对整个这个历史过程的看法就完全变了 那么在那次会上 其实我发言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 就10月2号有1950年10月2号有一封电报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那封电报呢 在中国出版的那个文献上 电报写的是中国同意出兵15号 先派四个军去以后再派四个军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突然这个95年俄国档案解密 拿出一份电报 毛泽东告诉斯大林说中国不能出兵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反差 怎么一同一天两个电报 一个说出兵一个说不出兵 一个是中国的档案提供的 一个是俄罗斯档案提供的 俄罗斯档案是你从俄罗斯挖来的 不是是俄国人公布的 公布的以后从美国的先反映出来的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这个电报谁都知道 因为中国是88年嘛 毛文稿出版的时候 还是87年就已经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就都是这么讲的 就10月2号中国决定出兵 但是俄国这档案一出来就把这个颠覆了 说不是12号没决定出兵 而12号决定不出兵 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是所以我呢就是考证这个事 因为开会前那个我一个朋友在美国 陈坚他也知道我搞传言战争 因为我搞了两年了发表了一些文章 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说你好好查找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我就去查这个事嘛 就找金冲吉他们当时编毛文稿 又找毛的手稿看 发现这就是是真的 是真的呢 为什么在俄国档案里没有这个材料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判断 就是这电报没发出去 就这么个解释 当然也这个解释也是有根据的 因为同一天 10月2号当时有两份电报 一个是毛给萨林的 还有一个是给邓小平是给谁的 那发出去 那应该都有那个办公厅的签章 就是几月几日发出 是签个字 杨尚昆 但是这个电报就没有签章 所以我们判断是这么判断 但当时也只是个猜测 还没有看到俄国档案本身 那么在那次会上 俄国学者来了 也把东西拿出来了 我就看了那个俄国那个档案 一看 他不是毛泽东亲自发的电报 是晚上毛泽东跟这个 邮金谈话以后 邮金发回去的电报 邮金是当时的 驻华大使说这个中国战事不能出兵 那由此你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毛泽东本人决定出兵 所以他凌晨写了这个电报 但是白天到上午还是下午 召开这个数据处 很可能是下午 毛泽东经常是 这个三四点钟开始睡觉 那么大家都不同意出兵 不同意出兵 他这个电报自然就没法发 那么只能就马上跟罗生 讲了那么一番话 而且他话最后还有一句 讲的是 这是我们就是 现在的看法 但是这个事还不是最后的结论 我们还要开会研究 那么这就跟后来 五号这个政治局会议就连起来 那个时候才正式决定出兵 这样连起来看 才能证明 就明白这个过程 它是有一个起伏变化而已 并不是说两个电报 一个真一个假 都是真的 它就是没发出去 一个发出去了 而且这中间这个变化 是因为中央多数领导 不同意出兵当时 那么这个结论 大家信服吗 信服啊 后来他们就把我那论文翻成英文 在美国就登出来了 说这个中国学者的考证是这么 因为当时俄国学者就指责 中国这电报是假的 是宣传 当然我要解释 我说不是宣传 它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非得用多国的档案 进行这种比较 对同一个事情是吧 那么你才能把这个历史的真相 给它捋清楚 你才能避免这个国际间的一些误会 对 但是我想问志华老师 您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 比如说某一天 国家领导人一件什么样的决策 可能有一些反复 这个东西为什么非要 把它论证的这么清晰 这是不是历史的一些 非常细枝末节的东西呢 你像你八档案 我觉得八的就是一些 非常非常细枝末节的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还原 一定要去追究吗 追究它有什么意义 历史都是由细节构成的 但是有些细节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他几点吃的饭 吃的什么饭呢 但是有些细节呢 是跟大事有直接关联的 你可以不问他喝了多少酒 但是马里诺夫斯基就喝了那么一顿酒 就说出那么一番话 那确实是影响了当时中苏这个和解 是有很大影响的 至少他让毛泽东就抓住一个辫子 去推动了这个对苏联施加压力等等 说这个细节呢 它就比较有意义了 那单会啊 他今天讲课讲的叫这 那就是1964年 11月7号周恩来不是率团去苏联吗 那么11月7号晚上 莫斯科科利姆林宫 就苏联设宴 招待各国代表团 那么在这个宴会上呢 马里诺夫斯基就喝多了 因为他先发表了一个制词 他的制词呢 态度非常强硬 就是批判帝国主义吧 态度很强硬 那么周恩来本来是率着 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呢 过去是向他祝贺的 祝贺他和中共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嘛 可是呢 马里诺夫斯基就是跟周恩来说 我们不要让这些妖魔鬼怪来影响我们 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来影响我们的关系 那么周恩来当时呢 他没好发作 因为美国大使在旁边 所以周恩来扭头就走了 可是马里诺夫斯基在后边继续说 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 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掉 而且他用了很侮辱性的这种语言 那么后来 中国代表团的人就向周恩来反映这个 那么周恩来呢 就率领代表团的人就退出了宴会 然后要求让苏联道歉 这个紧急报告毛泽东 然后毛泽东呢 就是说好 这样好了 有小辫子抓在我们的手里了 我们要采取强硬的态度 就是要和他斗争 所以后来97年 我们开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呢 俄国学者来了 俄国学者当时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是一颗老鼠屎 搅坏了一锅汤 的确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 比如喝酒这种细节 但是他对中苏关系 却起了一种催化的作用 类似这样的事其实很多 你这个就是靠你历史学家 在无穷无尽的这个档案里去发现这种细节 其实我们看的档案可能80%都是没用的 就是他都不反映什么大的趋势 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你目的就是要在这些档案当中找到那些对未来 后来事态发展有影响的那些细微末节的东西 你要把一些趋势的环节把它串起来 这就是历史研究一个精髓其实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 波列日涅夫继任 这使得赫鲁晓夫在位期间颇为紧张的中苏两党关系 出现了一个改善的机会 但是苏联元帅马里诺夫斯基的醉酒外交 这一偶然事件却使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李丹会教授在当晚山东大学天人讲堂的演讲当中所谈的珍宝岛事件的爆发 马里诺夫斯基的醉酒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的序曲 而在1950年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给斯大林的一封密电当中 也详细记述了金日成的一番醉酒之言 而之后不久呢 斯大林就秘密的为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开了绿灯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深层逻辑 和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又有怎样的历史关联呢 一段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小凤直播室 中国冷战史研究第一人沈志华及其夫人李丹会嘴对嘴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出访的目的 一是给斯大林祝寿 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之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磋商和谈判 直到1950年2月14日条约签订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 与朝鲜战争的爆发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还是再来听一段沈志华教授在山东大学天人讲堂上 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精彩演讲 50年1月17号的时候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要上任 这个晋升给他举办个工作午夜 中国大使苏联大使都来了 这朝鲜人都好喝酒 喝三杯醉了 摇摇晃晃 一把抓住施迪科夫的手 说我现在非常痛苦啊 这个施迪科夫说怎么了 他说现在这个朝鲜这个 几千万劳动人民都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等着我去解救他们 但是现在我没法行动 萨林同志说 说一定得等着李承婉进攻 我才能反攻 到现在他也不进攻 说毛泽东说 说他统一完了帮助我统一 现在他早统一完了 他不理我了 什么和平统一 他说根本不解决问题 靠游击队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必须发动战争 这个说的这个施迪科夫 这个汉都下来了 因为施迪科夫他老爱骂 这个斯大林可以给他打掉帽子 骂他的狗血淋头了 所以他也不敢说什么 他也说金正通您喝多了 你赶快睡觉 给送走了 送走了 他就给萨林发了个电报 写了一个非常长的电报 就把整个这事来龙去美 他说了些什么 最后他做了个结论 他说我感觉金日成是醉风之意 不再酒 他借着喝醉酒的这茬呢 说出了他这个埋藏在心里很久的话 看来他是怨气十足 发过 19号 斯大林收到这个电报 一直没有动静 过了11天 1月30号 斯大林突然发了个电报 给金正通 说我同意 你的计划 但是这件事呢 要做得非常的谨慎 不能冒风险 请你到莫斯科来一趟 我们要当面谈 过了两天 2月1号 他又追了个电报 让这个斯蒂科夫说 请告诉金日成 现在先别来 他说我昨天说的那个事 要十分机密 不得告诉任何人 扩湖包括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这会毛泽东在莫斯科呢 他们俩撞上怎么办 所以他突然想 你还是别来了 那意思你等毛泽东走了 你再来 那么这里就一个很大的谜团了 就是斯大林为什么在一个月内 突然就整个变过来了 所以你要看 1月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够影响到斯大林的决策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从逻辑上推 你从这个文件上看 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斯大林也不写日记 所以你要看 1月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够影响到斯大林的决策 对吧 好 1月份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 就是 美国人宣布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1月5号杜鲁门讲 说台湾是 你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 如果台湾海峡 发生一场战争 那是中国的内战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意思 你共产党不是想打台湾吗 你打吧 我不管 到12号 埃及逊又讲了同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毛泽东到了莫斯科 涉及到台湾的问题 因为当时美国呢 是在整个中国内战的时候 美国一直是采取一种 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就看不清 不知道这共产党 国民党是谁打得赢 咱们等待灰尘都降下来了 咱们看清楚 该支持谁就支持谁 所以 这个到了12月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 国民政府已经签台湾 新中国已经成立 这个时候美国要表态 你到底是跟着台湾走 还是要承认新中国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军方的意思 像麦卡斯 什么约翰逊 国防部长 就认为 美国不能再让步了 说共产党一路南下 美国是一路逃跑 就没干预他的事 现在就剩余台湾了 如果我们再让的话 让共产党占领着台湾 那就会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安全 但是国务院不怎么看 艾基逊讲 说错 这不是个军事问题 这是个政治问题 什么是政治 说你要搞清楚 美国的敌人是谁 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人 是俄国人 否则的话 我们跟中国人在这折腾 那么俄国人在那坐山观虎斗 说这个是战略上就失败了 所以现在美国的主要的政策 要分裂中苏 千万不能让中苏结成同盟 一旦中苏结成同盟 那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那么怎么防止 他结成同盟 很好吧 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 不是共产党不要打台湾吗 你让他打呀 这样他共产党就会念美国的好 我们是给着他利益的 而俄国人是侵占他的利益的 爱军信发表12号 发表那个讲话不就是这么讲的 说中国同胞们你们想一想 说美国对你们多好 你们没吃了给你们吃了 没钱给你们抗战的时候 确实抗战主要是美国援助的 他说我们没占过中国的一寸土地 但是你想想 现在新疆在谁控制之下 外蒙古是谁给弄出去的 东北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 所以斯大林一听这个气得鼻子歪了 说你这不是挑不理解吗 这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谈话 它导致了另一个结果 是什么呢 就是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时候 斯大林被迫 这个做出了让步 中苏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政治基础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因为中共一再表示 从西百坡到莫斯科 刘少奇逊莫斯科 一再讲 说这个我们就是共产党 我们就是要搞社会主义 我们就是要跟着苏联走 苏联走到哪 我们就走到哪 这个讲得非常清楚 斯大林也就是因为这个 知道中共是坚决跟着自己走了 所以开始从49年以后 才开始大量的援助中共 但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类的时候 就出了个问题 因为1945年的时候 斯大林跟蒋介石签了个条约 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个条约规定 中国长春铁路 就是从满洲里 经过哈尔滨 长春 沈阳 一直到大连旅顺 这条铁路双方共同经营 因为中长路当时是不得了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条铁路 就是因为旅顺港 所以条约又规定 苏联租用旅顺港30年 这个事对苏联来讲是个要命的事 为什么 苏联是个内陆国家 他要想发展 他必须要出海口 所以你想从彼得大帝开始 俄国人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搞这个三个出海口 北方战争 为什么跟瑞典打来打来打 就是为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太平洋的出海口 就是旅顺 但是没想到 过了五年到1950年 他又面临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不认这条约 他不知道 因为政府换了 总而言之 毛泽东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他就是要 把这个东北的这个特权都收回来 斯大林的想方设法就是不给你 不还给你 所以他们俩发生了特别尖锐的冲突 那么最后斯大林做出了让步 是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就把旅盛港还给你 大连港的行政权 还有整个中长路 都无偿的还给中国 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种让步呢 就是因为美国在背后威胁着他 如果他要让毛泽东空手而归 那就中了美国人的圈套了 所以他必须做出让步 让毛泽东高高兴兴地走 反正这事你满意了吧 你走了 因为他也会想到 这个米高阳曾经跟萨林说过 说你想想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 刚一建国他就跑到这来 如果你让他空手而归 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老百姓面前 有何面目立足 你必须得答应他 那么你再加上一看 看得很明白美国人的这个计谋嘛 所以他就答应他 但是答应的结果 是苏联的整个在远东战略的基点就消失了 因为苏联在远东战略一个主要基点 就是要有个出海口 有个不动港 否则的话 苏联的太平洋舰队 他就得撤到哪去呢 撤到海森崴 那么你想想 第一海森崴是个半不动港 一到冬天都结兵 你这军舰怎么出去 你还不能前头弄一破冰船 咚咚咚咚咚咚 再一个 你如果难下太平洋 必须经过日本海和对马海峡 一边是南朝鲜 一边是日本 你苏联舰队怎么通得过 所以撤是没有退路的 他只能另想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朝鲜战争 刚才是沈志华教授 做客山东大学天人讲堂时 所做的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精彩演讲 仿佛把我们带回到 波贵云厥的五十年代 而沈志华和李丹慧 关于朝鲜战争 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 更是著作等身汗牛冲动 那么在沈志华先生 吞下一把由夫人李丹慧 精心搭配的五颜六色的营养药丸之后 我们继续分享 他们夫妇二人的研究成果 志华老师 单会老师 你们就是花那么多钱 购买了那么多的档案 对你们两个人来说 最重大的一个发现是什么 对冷战时领域 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我和这个单会 我们这十几年研究的 其实主要是一个线索 就是中苏关系这个线索 当然我们俩也有小区别 我这个做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更多一些 他做六十到七十年代更多一些 我涉及到跟朝鲜的问题更多一些 因为他涉及跟越南的东西更多一些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跟东欧 南斯拉夫什么匈牙利 但主线就是中苏关系 你们好像是合作出版了一本 中苏关系史纲 好像我听说为了这本书 江泽民还曾经把你们都招到 中南海里去专门研讨 这本书还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图书 还获过大奖是吗 对 就是去年 去年得的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我们的最终的研究成果 可能今年年底会出一部 就是一百万字的大书 我们这套书里就整个把 把这故事都讲清楚了 那么说起来这个对学术界的贡献呢 就是整个重构了一个历史 就包括这个从开始中苏怎么结成同盟 最后又怎么分裂 整个这个历史的过程的描述 这个发展脉络跟原来就是理解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呢 你比如说朝鲜战争 你比如说朝鲜战争 那很简单嘛 你原来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 什么然后这边被迫起来抵抗 其实这不是那么回事吗 是你这个金日成先发动的战争 是在斯大林的积极支持下 中国也是默许的 承认的这种情况发动 这个就就就就不一样 其实金日成想要这个 从北朝鲜然后发动战争 统一南朝鲜 对双方都想统一 这个都想通过武力的手段统一 只不过金日成先走了一步 因为这个史实太清楚了 已经你现在连这个朝鲜人民军的进攻计划 都已经披露出来了 哪个师打哪儿怎么回事都有 你现在拿不出对方的证据来吗 这就是档案的威力 有的时候档案我觉得就是定时炸弹 你就你不可能颠覆的嘛 对不对 这比比皆是整个这个历史过程 你那个细节就多了 而且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说某一个档案就有可能会颠覆一些 或者改变一些过去的我们所以为真实的那个历史 对这样例子其实很多很多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像苏联这1949年7月的事情 7月1号是吧 一边倒就是全面倾向于这个苏联 那么当时呢同时发生的有几件事 一个是就是美国大使留在南京不早 想跟中共建立这种一些渠道 建立一种关系 再一个呢就是毛泽东派这个刘少奇去了莫斯科 那么究竟赎先赎后不大清楚当时 因为这个档案材料没有 后来89年的时候 就是石泽回忆录出来了 石泽因为他是陪着刘少奇去的莫斯科 所以他说我们是7月2号出发的 那么这样子呢 大家都得出了一个结论 因为7月1号毛泽东发表 向苏联一边倒 那么就等于是拒绝了 跟美国再继续发展关系 然后7月2号呢派刘少奇去莫斯科 那么自然就是为了给这个莫斯科执行铺垫 以便求得斯大林的帮助 也就是说在中苏同盟建立这个过程当中 毛泽东呢是非常主动的 就是先拒绝了美国 然后才去求苏联 这自然大家都做了这么个结论 但是等到1996年还是97年 这个俄国档案解密 找到了刘少奇访苏的这个档案文献 那人们才发现 其实刘少奇是6月27号 就跟斯大林进行了会谈 而且会谈的结果非常好 28号刘少奇把这个电报打回来 毛泽东了解了这么一个情况 知道了斯大林的态度以后 他才决定发表一编导的宣言 整个的这个因果关系 解释就完全相反了 所以这就是比较典型的 这一份档案改变了一个历史 档案文献 它就是历史的记录 所以你把它挖掘出来 你要还原历史 你首先得看历史的记录 它原来怎么记的 但这个记的里头也不是说都是真的 也有真有假 然后才加上你的判断 对比比较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进行判断 这个去伪存真也是历史学家 考验历史学家功底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通过这些史料 就是各种各样的 包括口述的文字的 现在又有影像了 来判断这个历史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能做出来 你这个历史学家的功夫就不错吧 你成一家之言 通过你的努力 你们其实是想还原 从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 出整个的中苏关系的一个真实的历史 那么这个真实的历史 你觉得 比如说过去的历史那么说 现在的历史又这么说 这个真实的历史有那么重要吗 它对谁重要 一个国家的历史观 跟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其实什么叫历史 历史就是你走过的道路 给你记录下来 这就是历史 如果你连自己走过的这条 什么道路都不清楚 那么你往后怎么走啊 所以真实的历史才能真正给你教育 教训给你经验 让你去判断未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历史学家他所做的工作 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就是建构一个真实的历史 在这个真实的历史的基础上 政治家也好 社会学家也好 他们才能总结出这个人类发展的经验 教训 制定政策 指导未来 那人都说历史失眠镜子 什么意思 就你照着自己 就知道将来你怎么做了 是吧 以史为静可以正一观 对 以史为鉴 我说正人正己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 这个镜子是什么呢 这镜子就是历史学家手下的历史 你来照镜子 我给你做一哈哈镜 你照出来就变形了 你变形了 你怎么正一观 你怎么知心衰 你只要镜子越接近于真实 他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就越接近于真实 这政治家也好 外交家也好 你来处理当前的事 和预测未来的事 才更有根基 你否则的话 那么全是一派胡言 就是说你要正视自己的 比如说执政党 要正视你执政党的历史过程 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你犯的错误 你取得的成绩 如果你不想要还历史 于本来的面目 你老是捂盖子 那么实际上到后来 结果肯定不佳 它会一个总爆发 本来做错的事 你都认为是做的正确的 那你接着做 那不就接着犯错误吗 说到这儿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 是不是有一些挑战性 要说起来 其实所有的科学都是挑战 当然我明白你说那个意思 你看你曾经 对曾经说要只想做学问 不想跟政治挂钩 但是我觉得当你的研究进行到这个层面的时候 其实已经和现实政治发生了一些很大的碰撞 甚至于我也知道 好像当你的一些观点发布的时候 你对朝鲜战争的研究 中速关系的研究 公开的时候 有很多小愤青骂你什么汉奸之类的 也有这种说法 那我说的可能有点严重了 这个不严重 这么说吧 主观上我是尽量不去做大的历史结论 再一个方面 我觉得更重要的 至少在目前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尽量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就是想做镜子 我给你做一副比较真实的镜子 它的亮亮的 不染灰尘的镜子 不染灰尘 也不能做成那种哈哈镜 这是最不可取的 就完了 至于怎么照镜子 照完了以后 你想了些什么 这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至于你有些人看 本来我造的挺好镜的 你非把它看成一个是魔镜 那可能是你脑子里有魔 我就不信 我讲了两句真话 复原了一些历史 我就成了汉奸了 我就卖国了 我卖在哪了 只能说你头脑不太清醒 是吧 对于我的一生来讲 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我也不会人 因为谁骂几句 我别人骂的还少吗 别说愤青骂了 那个判决书上都有 这个已经不在乎了 反正我认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愧对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 你反而你要是明明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你非把它说成那样的 那你就没有尽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 你就网渡一生 这是一个史学家的良心问题 其实你在做的就是在捍卫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对 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 历史这就是个记忆嘛 最好不要歪曲这个记忆 特别不要主观的歪曲 本来这期节目是志华单会嘴对嘴啊 那么单会老师啊 对 说到这儿了 就是如果不把他看作老公的身份 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对于另一个历史学家的评价的话 你怎么样来评价沈志华先生 我一个是说他的史学研究方法 我非常佩服 那么他的研究水平 我也非常佩服 再有呢 就是志华对这个冷战史研究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呢 就是他的一个资源共享的这种思路 那么因为俄国档案解密 美国档案解密 然后那么东欧国家档案解密 那么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资金 我们去把这个档案弄回来 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研究 就是要让大家去用这些原始档案 尽量的还历史于本来面目 所以他也是中国冷战史研究 可以说他是领军人物 我觉得这个此言不虚 志华老师 您怎么就能这么大公无私呢 所以我觉得 像不洗手那种小毛病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会 那继续的要唠叨 他也提醒他用肥皂洗手 那志华老师 我就不让你谈谈李丹慧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在你心中占据什么位置啊 我现在就想问问你 李丹慧 作为一个妻子 你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 问你 我对李丹慧的评价是奇女子也 我说他其实心里对我特不满意 因为我确实是 我觉得做饭 对很对不住他的地方 就是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义务吧 这个妻子的责任 确实是这样 很对不住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丹慧老师 平常是不是你们两个人 这个聚少离多 算在一起 也就关心他不够 那一包五颜六色的药片 药丸 然后志华老师都不知道 自己吃的是什么 也就是那个药 而且我还曾经搞错 因为我有一度 我不是补充这个雌激素吗 当然 我全都弄错 我都给他吃了 但他吃了很久 也没有吃出什么 没吃出毛病来 是吗 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 后来我才发现 我给他做了 不过不是那个 他是那个 就是天然的那种 那段吃雌激素的时间里 大概是 沈老师说出了 我最爱的人士李丹慧 这么温柔的话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雌激素的效应 OK 这个段子呢 志华老师和丹慧老师 私下里跟我讲的 类似于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种外交的场合吧 然后呢 有日本的记者 日本的学者 问了志华老师 一个问题说 你最喜欢 这问题就相当于 问一美国人 你是最喜欢奥巴马呢 还是喜欢 那个希拉里呢 然后 志华老师 成银片刻说 我最喜欢的人 是李丹慧 不是吃雌激素吃的吧 不是 因为他问的那个问题 确实非常敏感 当然 不是奥巴马 这样的问题 类似 但不是奥巴马 90年代初的某一天 深圳商人 沈志华到北京 约历史学者李丹慧见面 走进房间 丹慧见地板上 有个精致的小包 随手一提 意想不到的沉重 差点让他摔倒 原来 小包里 竟是两块大金砖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山东电台经济频道 小凤直播室 我是小凤 不久前 一个夜晚 我和著名历史学家 沈志华 李丹慧夫妇 坐在花园路 圆圆圆餐厅里 一边喝着泡沫红茶 一边听丹慧老师讲 他第一次见到金砖的情形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 这位当时的中国头号黄金贩子 沈志华 信誓旦旦地告诉李丹慧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携手名扬天下 而如今 作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传奇 他们早已誓言成真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李丹慧 冷战史研究专家 那么在上周的小凤直播室 节目当中呢 我们已经分享了 沈志华 李丹慧 关于租资关系 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他们做客 山东大学天人讲堂的精彩演讲 今天呢 我们将回到这段传奇的源头 来看看我们的主人公 在他们所成长的那个荒诞的时代中 有着怎样吊诡的命运 下面有请志华老师跟丹慧老师 来通说革命家史 我看到你们俩 好像都是五十年代生人 而且好像你们俩 都是根红苗正的那种 是 我父亲也十七岁的时候 就去了延安 然后就在宁荣珍的手下了 我母亲呢 她家在西安嘛 那会上学的时候 就卷入到那个西安事变 你看那个西安事变的电影吧 就是那个一帮学生打大旗子去 左边那个举旗子就是我妈 我听我妈说那就是我 所以我是从小就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了 一直住到十七岁当兵 当志华老师混在公安部大院 茁壮成长的时候 丹慧老师你在哪里 我们家呢是没有住在大院里 我们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边 我们那个那片四合院是原来说是 李莲英的后花园 所以还是就是挺不错的 我的父亲吧 是文革前 那就是劳动部的副部长 那么我妈妈呢 她在东北的时候呢 曾经被捕入狱过 国民党曾经那个 在她的肩上架着机关枪 扫射威胁她 然后她始终其实没有屈服 但是就文革一开始呢 我父母就被抓起来了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造反派来抓我妈妈 然后我们几个孩子 我家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我们三个孩子 然后就和这些造反派在我们那个院里边 我们院里种了好多那个老玉米 还有一些果树什么的 在那里边和他们打架 扔棒子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挺硬的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我们两家吧 其实很早都认识 但是我就不认识她 什么叫曲折 她的弟弟和我哥哥 又是文革期间也是好朋友 就是那时候搞打砸抢啊 什么的那种都在一块 就是 一块去抢她 分别活动 但是反正那个时候认识 那会儿我也是挺愤青 毛主席号召洪卫兵起来造反 闹革命 咱们就起来闹呗 就串联啊什么 我记得我那会儿 第一次出门是去哪儿 你知道那会儿兰州有个 李贵子案件 你还小 你那会儿还不清楚 然后我们就是几个同学 就去了说声援 什么什么兰州革命同学的 什么行动了 就串联 就是坐着那个不花钱的火车 从北京跑到兰州去了 对 后来兰州回来到包头去一趟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同学 就是几个月前 他父亲去包钢嘛 我就去看他去了 结果 人家包头原来是这个 平平静静的 这个一切如常 我们全说 这这革命年代 你们这怎么这样啊 这一点没有 恶于沉闷是吧 没有那个革命的气氛 正好我一去 他们说 北京来红卫兵了 然后就在那个学校 那个中央广场讲演 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众人面前发表讲演 然后讲完了我们就吃饭去了 等吃完饭 回来一看 我校园里就大字报铺天改地了 这就把人家文化大优秘给扇斗起来了 你有没有去超过老师的家 那倒是没有 我是按道理来讲 我年龄其实比较小 因为文革那个时候 我正好是五年级 因为父母不都被抓起来吗 我们家反正也没有人管 所以我也就去串联去了 开始是跟着我姐 和我姐姐他们的一帮红卫兵 就到上海来 抄这个上海资本家的家 他们这中学生里面只有我一个 上海那个资本家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他有一个房间叫水晶屋 四周全部都贴的是那个镜片 玻璃片 然后把他们家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抄出来 那个时候红卫兵 我们不都带着那种 宽的那个牛皮的腰带 然后就上去抽 就上去把他打一顿 在回忆起来的时候 不觉得挺沉重的吗 自己手里当时拿的那个皮带 是这样 就是因为文革一下就渲染出那种 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 就认为自己很革命 所以当时没有特别大的那种 什么反思啊 就是一开始 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因为跟自己的家庭联系起来 才发现 因为开始都是革命嘛 是吧 你看我们去武汉也好 去那个兰州包头 后来我又跟着一起到了那个广州 开始都闹得挺凶的 等到了11月回到北京 才发现都我妈妈给抓了 怎么就到自己家头上 当时就真的就不理解了 因为这个场面 跟我看到的场面是一样的 你妈妈挨整的那个场面 和你去整别人的那场面是一样的 所以那会儿这确实有点想法 就是觉得整不明白了 那会儿开始成为逍遥派了 不久 68年2月份 我就入伍了 就成了一名光荣的 海军航空兵 地亲人员 你们不是轰炸机吗 是 轰炸机 海军航空兵也有轰炸机 也有舰机机 都有 那你的具体的工作 具体的活儿是干什么呢 我们就是修发动机 那你要求数理化 真的也特别好呀 是 那会儿你的视野里 是不是还没有历史 就这个学科呢 没有 那会儿年轻人 你像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 一心都想当科学家 我那个数理化成绩挺好 他就那点波动的定律 什么空气流动 什么就那点东西 再加上力学什么的 都学过的 原来待了一年 我就代理集结师了 那年我19岁 而且我们 属于踢拔的比较早的 是 那会儿部队是挺看重我的 我们那个28号机组 不是团长 就是副市长 就是市长飞 那会儿我们市长范天喜 飞我们飞 飞下来 一看我 你这么年轻 小伙子 你这个飞机搞得不错 一拍肩膀 将来中国航空兵的未来 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那会儿多骄傲 但是我好像也听说 就是后来 沈老师 好像是抱着你亲自修理的那架飞机 曾经哭过一回 痛哭过一回 也有人说是扶着那架飞机哭的 也有说是抱着那架飞机哭的 这个画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说话就到期一年了 就三年 马上要到期了 所以我也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就等着提干了 那真是少年得意 结果我突然 就是二月份 开始复原工作 动员 念名单 一声 念我的名字 当时真的是傻了 哎呦 没想到怎么让我复原 怎么想不到 也事前没有任何人跟我说 后来我们指导员找我谈话 说我们考虑来考虑去 说你还是回地方 说你在部队已经没有前途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也别想了 我也不能告诉你 这个比较折磨人 我人生第一次受打击 因为想不开啊 所以才哭啊 是抱着飞机那个轮子 那个轰炸机很大 你根本抱不上飞机 你搭着梯子才能上去呢 能抱着就那轮胎 飞机鼓咯 痛哭了一场 然后挥泪告别了你的飞机 真是 就是你 你寄予希望太高了 因为你知道我在部队 我就是特别钻研 晚上看技术书 然后自己写那个故障分析 我写了两本 后来临走的时候 交给我那个下一任 我就不明白了 我这么用功 这么投入啊 部队就不要 一脚给我踹出来了 非常痛苦 就在志华老师纳闷 究竟出了什么事 非得把他赶出部队 然后呢 我们让志华老师 稍微愁壳烟 再听听丹卉老师 你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那个年代应该还是上山下乡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啊 志华老师因为去当兵 所以他就可能就没有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 丹卉老师你呢 我是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扛打包的 对扛包 这么瘦弱能扛得动吗 对一开始刚去的时候 我做过泥瓦匠就是小工 比如说那个砌墙 然后勾缝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扛水泥袋 50斤一袋 后来发展到200斤的就是小麦的袋子 我也能扛 沈老师听的目瞪口呆 不知道他老婆原来还这么能干活 早知道家里以后有什么装修的活都交给丹卉老师干了 沈老师说了以后煤气罐都是丹卉老师来扛 其实好多重活都是我干 这个时候就是憋着一股气 你不是说我们是什么黑帮子弟吗 那我让你看一看 对我其实很能吃苦 后来我到71年就当兵了 我初步就出来他进去了 那你当的是什么兵种 我是广州军区1691院吹石班 所以我当过吹石员 你不是说你不会做饭吗 让志华老师整天吃快餐都吃出胃溃疡来了 什么他的胃溃疡他老这么怪我 其实他胃溃疡应该是他那个精神压力太重 他老是说什么我不给他做饭怎么吃成这样 结果你弄得我那个精神压力特别大 果然说我也胃溃疡了 我那时候因为是做大锅饭嘛 所以我正经我喂猪 然后喂猪行 喂沈老师喂不了 喂猪炒菜做面食干了挺长一段时间 然后呢我就到电影队去了 去放电影当广播员 单位老师的声音听起来的确是 特别像佩琳演员 那个电影叫什么呢 耶塞尼亚是不是呀 耶塞尼亚的那个对白 你能不能来一段 当兵的 等了你三天了 OK那我们现在就等这位当兵的志华老师 来讲讲他当年是怎么被赶出部队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个谜团有没有解开 两年以后解开的 刚从部队回来以后 分辨到石英山发电厂修锅炉 原来修飞机呢 修轰炸机 现在突然改修锅炉了 这反差有点太大什么 虽然都是修理的活 对确实非常艰苦 那还能一天到晚的 全是在那个煤粉里的工作 你不是产钢猪吗 我记得 产钢猪是因为要修那个磨煤机 那个磨煤机是靠什么呢 它是靠这个一个钢球十几公斤 转起来以后 看钢球把那个煤粉给砸碎 磨成那个88微比的那种煤粉 然后风吹到那锅炉里头 它燃烧才能 就燃烧比例比较高吧 工作倒是没什么 我这个人也不犀利 但是就是心情非常不好 那会儿真是有点 不是叫风比叫什么 自闭症 后来就是我父亲跟我谈 他说人一生最大的遗憾 不是怀才不遇 而是当社会给你提供一个条件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他说所以现在没有条件给你 那你就应该积蓄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现在要学习 他说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 所以从那会儿开始 真是我是每天四个小时看书 看什么书呢 数理化呀 还是数理化呀 还没摸着历史的边呢 因为那会儿我还是想的 就是将来有朝一日 还是要要搞这个科技嘛 后来数学又又自学了这个微积分 做习题 也是一落一落的做 其实那会儿呢 开始有这个工农民学员了 我那想就是上大学 但是后来给报考的时候 我一报人家不让报 说你是有问题 这我才想起来 我这个部队服务员回来 那事还没解决呢 到底是什么问题 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是到底怎么回事 正好大概72年的时候 我们指导员到北京出差 然后叫我去了 说这个小沈呢 他说有件事呢 不告诉您啊 我这个心里头一直放不下 我是觉得太 这个部队实在是亏待你了 他说我把情况给你说一说 我说你跟我说过到底什么事 他说啊 70年的时候 说这个复原前 部队下了一个指示 就林彪有个批示 那会儿在全国清查516 516是也是文革当中的 一个一个造人派组织 林彪那批示呢 是这个全国清查516 部队一个不能留 但是那会儿谁也弄不清 516是什么 他说部队 到了那个东海监队 东海监队 他政治部也不知道 谁是516啊 他怎么清啊 这个 后来他们分析啊 就是说 因为当时有一个联动组织 你知道吧 联动 我好像听说过 是北京的一些高干子弟 组成的那么一个 新动委员会 来 胡卫兵造反组织 对造反组织 他们说联动呢 就是516里头的一支 联动呢 都是干部子弟 所以审查的范围 就在干部子弟 我们那会儿 我们失礼一共有五个干部子弟 结果呢 别人呢 审查后来都没事 你 他去外调的时候呢 碰见个事 他说就是部队就派他去的 就是那指导员 指导员 就是他去的 当时抓了很多联动的人 都在监狱里头装着 包括你哥哥 可能那会儿都给抓去 在炮局 他们调查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说我认沈志华 对 说沈志华在王国大革命当中 什么 参加武斗什么什么 打死过人 结果他就调查呀 他到当地派出所 就是没这么回事 但是调查材料 这么一大落 最后做了个结论 什么呢 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就搁到我当案里头了 就这么着 他说就把你做复原处理了 后来我说这人是谁 叫什么 他就告诉 这是北京二中的 叫张 什么什么 他说你赶快 要找到这个 这事就查在根上了 后来我就回家 因为我哥哥 我弟都二中的 我一问 他们说认识啊 这个 带着我就到他们家去了 我推门就进去了 你认识我不认识 他说你谁不认识 我说我就沈志华呀 你不认识 你咬我一口 我一下想起那个事 哎呦 这个道歉哪 你没把他臭揍一段 他那会儿也是个孩子嘛 你想想 他为什么咬你呢 他就想立功嘛 立功他不就能早点出去嘛 结果后来我说 你这不是就诬陷嘛 这是 你可是害了我一辈子 你就写个证明材料 对吧 你就把真实情况写的就行 我看你写 他就当时写 写完了 贴上邮票 寄到新山发电厂政治部 后来果然 把过去就都推翻了 材料全部撤出销毁 结果 诶 正感着73年 恢复考试 就是中来那会儿那年 不是要考试嘛 原来都是不考 就是军代表推荐 你就可以上功能名学员 好 一考试 我这郑重下怀嘛 一下就考了 四门 门门第一 我们就是金经堂 整个电网 最后考试成绩下 说这沈春华考得最好 我真的 我那会儿也是很激动 真是摩拳擦掌 就整个上军华了 结果突然出了个事 又出事了 那么老出事呢 出了个什么呢 出了个白卷先生 张铁生 是那一年出的 白卷英雄张铁生 对 因为他不是考数学 交了个白卷吗 交了个白卷 他在背后写了一个 说你这是资产机教育路线 什么摧残工农兵 结果让那个江青看中了 这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就一份令人深省的答卷 然后就劈啪 这就是有人在 搞这个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 批了那么多年的考试制度 现在又要回来 说考完试 就是考试好的 上来的都是白砖道路的 通过这个来压迫工农兵 不让工农兵上学什么什么 反正一通挣着帽子 所以这一弄呢 结果他那录取 通知他就调过来了 我们考的最好的 搁的最后 最后从我们那取了一个四门 加一块十五分的一个起重工 说你上清华 这是那个年代的荒唐 可见一块 你就这样还算好了 结果又厂内组织批判 说你为什么考那么好 说明你不安心 这个当工人 哎呀 真是给我气坏了 我那会儿 那是我第二次 严重大 受打 那个刺激也非常大 我说我有什么错 我来这三年的时间 我没有缺过一天勤 我工人哪点当都不好 不过就你们玩的时候 我去看书吗 我也是想为国家做贡献吗 而且我自认为 我能做更大的贡献 我错到哪了 真是想不通 又自闭了吧 没自闭 这时候是气愤 真的气愤 我一把火把树里花全烧了 我老子不学了这个 哎 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知道了 把树里花一把火烧了之后 就拿起了历史书 还没有 还没到历史啊 还没有 这会儿你拿起了 拿起了马列著作 那会儿我是真是想读马列 我想搞明白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哎呦 我真是闹不清楚 这社会什么颠倒黑白吗 这不是 你搞了半天 无产纪役 王国大革命 搞成 怎么搞成这样 这么 哦 这革命先被流血 牺牲弄出来 就这么个东西 这个想不通 马克思主义设计的 这个未来的人类的社会 就是这么个社会 也想不通 所以我觉得 应该自己去探索 这个里边的道理 我那会儿真的开始学马列 这样到了 七四年 七四年那会儿 正好毛泽东号召赌马列 赌马列援助 所以工厂也开始先去学习 我当然学的又是最好的 就到了宣传课 车间进了科室 对 就成了干部了 因为那会儿 各个工厂都组织那个干校 车间里上的干部轮训 我就给他们讲马列 讲什么国家与革命 所有课条我给他们讲 我们的政治不如 说这小沈真能干 对我很满意 结果 你一说结果 我知道又出事了 是不是 真是又出事了 这就到了七六年了 七六年那会儿 应该粉碎四重帮了 是啊 粉碎四重帮了 十月份 我出事是在春天 春天那应该是四五运动 是不是 四五事件 纪念周总理 对 正好是总理去世 就出了一个 谁当总理的问题 所以那会儿就传出来 张春桥要当总理 这会儿 北京市公安局就下达一个通知 这是重大政治谣言 要追查 就是谁传的 说张春桥要正在当总理 那会儿谁都传的 怎么叫谁传的呢 谁都传的 早就满城风雨了 那些都是 可是巧就抓着我了 你就是这个谣言的源头 对 不会吧 这么大一谣言 当然不是 你怎么传出去的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那会儿 从总理去 总理1月8号去世 从总理去世以后 政治斗争就越来越复杂 那会儿 因为我对现实不满 经常跟一些老干部 干部子弟什么的 在一起谈论 就是因为他们压制纪念总理 所以这事才弄起来了 我到三月份的时候 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 小沈 说现在正在讨论你的入党问题 你表现不错 但是现在在追查政治谣言 你是不是就先离开北京一段 避避风 他说现在广州在办广交会 咱们是学大庆先进企业 在那有一个大庆馆 你去负责那个展台 后来我就去了 躲过这场风波了吗 没有 没躲过去 结果待了不到一个月 突然来了个电报 叫我立刻回厂 回厂就给扣起来了 也不是他没走法律这个渠道 他是报到张春桥那儿 张春桥批的逮捕 当年的逮捕令是张春桥亲自批的 张春桥批的 批了以后他们就悄悄那天晚上就把我带走了 阿姨戴手铐 咔就弄进去了 我倒是四个多月在监狱里头 把个资本论看完了 那倒真是他的事也没什么事 我就要了一套资本论 天天在那琢磨看 后来呢就是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呢 因为我把我抓起来 我父亲当然知道 但是他一直没管 但是唐山地震了 他有点坐不住了 因为地震你知道 咔啥意思 我就跟那坐着等死 那会儿北京也晃荡 北京厉害着呢 晃荡 结果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突然就把我叫出来了 那会儿四十八还没等 他刚放出来 他说的是你的事情没完 把我发到唐山去了 抗震救灾 等我回来的时候 四十八大岛大岛了 十月份吧 很快四十八大岛岛以后 七七年就春天就开始考大学 你这回终于能正式考大学了 不行 还没让 又没完 所以你说我这上大学这事弄的 大学开始招生的时候 就不让我报 因为四五事件的人 那会儿都给平反了 但是没给我平反 为什么呢 人家公安局说没抓你 明明住了四个月监狱吗 我也是这么说的 我说那我这四个月住哪了 他说确实这儿 公安局没有你这个入狱的手续 没档案 他说我们这儿没档案 没记载 哇 奇怪了这事儿 一直到九月 反正是北京日报 登了一条重大的新闻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心自杀 他自杀了以后 后来在他们搜查刘传心家的时候 发现了沈志华档案 这么说 哪里才知道整个这个过程 当时他们内部商量的 是想整叶帅的材料 叶剑英 是想顺着干部子弟这条线 一点点往上摸 因为他们主要是当时老干部 就是和四人帮不是对立很厉害吗 就想从我这开刀 所以他就没有履行那个正常手续 所以公安局说我们这没你档案 然后我要去找 一直到年底才正式给我平反 但这会儿呢 大学呢已经过去了 其实从沈老师的讲述当中 我觉得档案这个东西 已经开始跟你的命运 悄然的发生关系了 那么在这一年多当中 这会儿看的比较多的 我就看历史了 终于从沈老师嘴里听到了历史二字 为什么开始对历史有兴趣 我不想直接搞这个政治 我觉得搞政治挺危险的 那会儿是情绪比较大 实际史的书就看的比较多了 搞政治太危险 所以沈志华决定从研读历史当中 继续寻找对身边这个世界的认知 但是他的命运之周 是否就此能躲过政治的风浪 一段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听小凤直播是 历史学家沈志华 李丹慧嘴对嘴 感谢您继续收听 山东电台经济频道小凤直播是 今天嘉宾是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沈志华 吉夫人冷战史专家李丹慧 就在沈志华先生的人生轨迹 从公安部大院到部队大院 又到监狱大院辗转之际 李丹慧1978年已经从部队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之后为了照顾在福建省担任省委书记的父亲 他又转学到了福建师范大学 而此时沈志华的漫漫大学路 依然百遍从生 1979年 沈志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史专业 却因为一篇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文 而险些被拒之门外 七八年十二月我就到社科院报到了 到三月份我就报考了研究生 当时就说报研究生要交一篇论文 因为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自己读马列什么的 我就弄不清楚这个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那会我就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 写的东西后来发在社科院的微经稿上 然后这个哲学研究转载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转载 就好几个地儿转载 你在这篇论文里 这应该说是你的学术生涯的第一炮 第一篇文章 一篇 写的是 我主要一个意思就是论述 就是中国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革命成功以后 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 后来他们理论界给我总结 这叫大过渡理论 我当时就是中国大过渡理论的一个代表 外边风声很大 后来我就参加了考试 考的那当然就非常好 这回是社科院的正牌研究生 对 正牌 但是 什么专业 世界史 但是这个 但是你不要 但是你一旦是我就紧张 志华老师 这次出的事大不大 这次更大一些 他说当时考完了以后 研究生院发了通知 人家都接到了 没给我 我就找去了到所里头 结果我们那个党委书记 说那你的通知书就在我办公桌里头呢 现在不能给你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是不是写过一篇什么文章啊 我说是啊 对 他说那就是你这篇文章出事了 邓丽群同志在这个社科院干部大会上讲了 社科院是研究马列主义的 像沈志华这种人 就是个典型的持不通证见者 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研究生 所以他这话也说呢 弄得下边就不敢动了 邓丽群那会儿是什么 是我们社科院的那个常务副院长 他主持工作 因为那会儿胡绳是院长 但是胡绳他一般不在这工作 当时真是着急了 我说这可不能 这是个好 九十九拜都过了 就差这一哆嗦 就别耽误在这儿 好在那会儿 因为朋友很多嘛 后来就通过他们几个 我说我得见邓丽群 他说这么着 今天晚上咱们到邓丽群家去 几个朋友聚会 先跟邓严陶聊聊 然后你就直接找邓丽群 我那会儿还不认识邓英陶 邓丽群的儿子也是搞经济学的 后来那天晚上到了他们家 大家聊了一会儿 跟那喝酒啊聊天啊 反正挺热闹的 然后邓丽群他们说 来我带你见我爸去 我就去到他那屋了 一推门 谁啊 我说我叫沈志华 哦 你就是沈志华 我正在看你的文章 我一看真的拿那红蓝铅笔 勾的一段一段的 说坐坐坐坐 他说我看你的文章 这个文笔写得不错 逻辑性也很强 但你的结论有问题啊 你这个文章要出去 这对整个对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是个伤害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邓歪歪 我说没有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的出发点是 我在思考 为什么解放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老是左倾 他老是跳跃 就是因为我们用了 更高级阶段的社会的那些 这个方针政策 来指导现在这个国家 那么自然就是超越现实 这样理论跟现实的这种背离呢 造成了中国这种动荡 后来聊得很好 后来就聊天了 然后他说你父亲干什么 我说我父亲在公安部工作 哦 自家的玩嘛 你看还是跟红苗正的玩 我马上就特别热情了 后来聊得特别高兴 然后最后他说 后来还是很在意你的出身 是吗 对 我发现邓里群 其实挺在意这个 后来跟我真是有不解之缘 那这回你那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终于拿到手里了 所以第二天 我们的书记就把录取通知书给我了 哎呀 志华老师的慢慢上学路啊 终于考进了中国社科院 世界史的研究生 眼看学术界一颗新星 就要冉冉升起 但是因为我发现 这好像是志华老师的一个魔咒 每次好像你有点春风得意的时候 总是后面会跟着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会让你栽个小跟头呀什么的 这回是不是又栽小跟头了 这回栽个大跟头 因为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会儿还真是非常得意 就那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啊 沈志华连升三级 什么初中生考上研究生 所以那三年确实也很用功 读书期间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在什么学报啊 什么世界历史啊杂志上 而且我提前半年就完成了毕业论文 大概我还有十几天就论文答辩 突然一天晚上 起来一辆警车敌音光亮 就给我抓走了 你是不是命里八字犯这个牢狱之灾呀 有没有算过呀 这次呢 就完全弄一个大误会 为什么呢 因为呀 81年底的时候 美国大选这个里根上台嘛 当总统 里根上台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但是它影响了这个中美关系 里根上台 不是中美关系就特别紧张 那时候搞那个纺织品禁运呀 什么授台武器呀等等 那么82年初的时候 美国就在纽约机场抓了一个中国人 说他是盗窃美国的机密情报 制造了那么一个那么实践吧 那么中国呢 就决定采取这个外交对等报复 也要抓一个美国间谍 罪名也是盗窃中国的机密情报 抓美国间谍又关你什么事 是啊 本来这也关不着我事 这个因为实际上 我整个研究生期间 真的不参与政治 也包括像民主墙啊 什么那个那会儿大学竞选 闹得那么热闹 我连去都不去 看也不看 一天到晚就是知道做学问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参加了那会儿 叫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 也是邓里群啊 什么那会儿万里啊 他们反正是国务院 这个集合了一批那个年轻的人 就研究这个中国的农业改革 我的专业是搞这个苏联新经济政策 时期的农村政策 所以跟着也沾点边 他们也吸收我 就这样子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一个美国学生也参加进来了 因为他呢 是个女学生 对 因为他是搞这个就是包产到户 博士乐文做这个题目 当时我们也讨论过一些问题 他中文说得不错 我也给他提供一些材料 其中有一套 就社科院农金所的杂志 内餐 他没有标明是内部学刊 但是他里边有一篇东西 就是中国什么农业30年是什么 结果在那里头标了个机密 俩字 你把这机密给了这个美国学生 不是 我把那当时我们那个小组 发的一摞杂志都给他了 我连看都没看 因为我自己专业 不是搞中国农业 我也没觉得是什么 就倒霉呢 就是结果公安局 把他当成美国间谍了 所以呢 就把跟他认识的周边 大概一共有八个人都给抓了 那他到底是不是美国间谍呢 不是嘛 所以很快就弄清楚了 大概过了几天 审问的那国安局那个人就找我 说这个事嘛 就过去了 算了 这人已经限定他48小时离开中国 也没说任何 说他是间谍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你就别多想了 也别多问了 回去好好准备你的论文答辩 我也挺高兴 算了 反正住几天监狱嘛 也就是不到十天吧 结果 左等一天 没人理 左又一等 等两个月 就没人搭理我了 结果 再来审问 就换了人了 就不是原来那不是人了 折腾来折腾去 弄了个 泄露国家重大机密 当时不已经有律师了吗 后来律师 就当场辩护 当时有两个最大的证据 一个 他们从北京图书馆复印了这个杂志 也就是说 就沈正华不给他 他也可以印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不能算是机密 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农业经济情况杂志社的一个证词 这个证词就是讲说我们这个杂志虽然不是通过新华书店发行 但是谁来买我们都卖 说外国人呢 外国人也一样 可是没用 后来大概前后省了有十个多月 这样都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了 最后就定你还是个泄露国家重大机密 判刑两年 当然我们也上诉了 上诉了嘛 到了高法 高法其实也很明白这个事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法官最后宣判完了以后 把我叫过来 说这个私下跟你说两句 说你们家也是搞公安出身的 说这个事呢 没有办法 只能这么做 为了国家的利益 你就认了吧 为了国家的利益坐牢 你说你这一心想那个报效祖国 没想到是在监狱里 用这种方式来报效祖国 后来怎么回事呢 这事确实本来就准备就过去就完了 结果呢 是这个美国学生他回去以后 美国人又抓了这个事大做文章 什么又里根接见了吧 又什么报社 说中国侵犯人权吧 中国又是什么蓄意制造的反美事件呀等等 这下愣得中国就下不来台了 那怎么办呀 所以中央就决定将错就错 他就是美国间谍 就不能改口了 这么着他不能改口 他这个间谍他总有个罪行啊 这个我就把我给烧上了 是你为中美关系一次小小的波折做了一个背书 是吗 拿你的青春来做背书啊 你就不知道 有的出了那事以后 报上大报小报灯 又上报纸了这回 什么一颗论坛新兴的陨落 都这题目 我现在还留着呢 那就就劳改呗 所以到了监狱 真的我也没想别的 我想了想 十个月 你判我两年 我还有十四个月 我至少把我这本书写出来 所以进了监狱 我没别的就要书 你觉得冤不冤吗 冤当然是冤嘛 关键就是你怎么 自己怎么处置这个事 你要救死这个怨恨终生 你能怎么样呢 所以你怨恨没意义 然后你看我 因为在审讯的时候啊 是都是单独关押的 所以那会儿我就 一直就是靠脑子里想 就怎么把我那个硕士论文 扩展成一本书 所以我就在构思 第一章写什么 第二章写什么 第三章 然后整个逻辑啊 就在脑子里就转着 一天到晚就想这个 监狱能给你提供纸盒笔吗 没有 我自己会做 你怎么做 我看那个列宁传的时候 我知道列宁在监狱里头 用牙膏皮可以写字 所以我就把那牙膏皮 给它撕开了 然后擀成薄片 然后给卷起来 就是一支笔 真的能写出字来吗 那会儿的牙膏皮 跟现在不一样 那会儿牙膏皮含签 所以确实能写出字来 然后我要的那个 列宁选集 资本论 什么 要了一些马列著作的书 就在那边边 盐盐上 边上有空白吗 都是在那写的 那么大字 你它写不小 你卷了以后 那字非常粗 后来那个律师来了 我就偷偷管律师 要了一根钢笔 那就快多了 小字 所以我整个那个论文大纲 思考的那个思路 什么都自己都写下来了 所以我一到了那个劳改农场 先就写了两篇论文 然后那个狱卒对我也不错 就不能叫狱卒了 那叫管教干部 真的对我也挺好的 说你有什么需要 我就说 我说你能不能把我这论文 拿出去发表 后来他就给我 真给我带出去了 真的发表了 署名沈志华 然后单位北京第几号监狱 第一监狱 第一监狱 就没用我的名 我听说好像志华老师 你在监狱里的时候 好像把那个监狱的寓友 都发展成你的秘书班了 什么 都给你抄卡片 后来那是到了老改农场 第二监狱 后来就是因为我 我这最后还是嘴不好 我就看着他们 有些现象实在也看不过去 就是他们打犯人 打得特别厉害 就把人吊在树上 拿鞋底子抽人嘴巴 后来我就给我同学写封信 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想 不会这信又落到了 这个狱警手里吧 还就是落到狱警手里了 天哪 这好奇怪啊 你像这些东西 我问的每一步呀 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是凭直觉去问的 居然就让我猜着了 你的命运 不会是我写的吧 他那个 他主要问题就是 我同学 那时候他是新华社记者 他们就以为 我想在报纸上 要披露他们 其实我也没那意思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刺激就特别大 所以狠狠地 把我训了一顿 说你这没良心 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条件 你不知好歹 你出了这么个事 最后他们就把我 打进那个小号了 小号什么概念呢 大概也就是 两米见方 那么一个黑匣子 然后四面是娇皮 怕你自杀 撞墙 然后 窗户有吗 没窗户 没窗户 黑极了 根本就不知道 白天黑天 什么也听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 一天就一碗凉水 两个窝头 上午扔进一个来 小窗口 扔进一个窝头来 下午晚上 扔进一个窝头来 他应该白天 他给你开不开灯呢 没灯 就 整个都是黑乎乎的 对吧 他已经不知道 白天黑夜了 你想想都没时间概念了 反正就是 他扔窝头的时候 我知道差不多 上午十点钟 扔第二个窝头 那就是下午四五点钟 整整关了十二天 那会儿你脑子里 是不是还在写论文呢 对 那会儿我就 反正就构思下一张 你是不是在用 构思论文的方式 来忘却现实 强加给你的这种痛苦呢 倒也不是 我也一个不觉得什么痛苦 也没有什么忍受不了的 就是安静点嘛 比外头 少些干扰 少些诱惑 可以安心于悬殊创作 真是啊 我觉得一个是他的 就是我觉得 他那个神经非常坚强 否则的话 很多人会崩溃 精神会崩溃 没错没错 关了十二天 活了以后 结果下放到 那个车间去劳动了 那会儿我们干嘛呢 生产那个塑料凉鞋 就把那个肺子 浇什么烂一瓦塑料 然后就高温融化 融化以后 打包拉皮压膜 没时间写论文了 利用睡觉的时间 他晚上监狱有个好处 他不关灯 他怕那个犯人闹事嘛 所以晚上我想写的什么时候 写的什么时候 就趴在床上 把那枕头垫在胸口这儿 也就习惯了 抱着一个脸盆 抱着脸盆 脸盆扣着 扣下来 用脸盆底儿 当那个树桌是不是 对 就是就蹲在那个 靠着墙根蹲着嘛 膝盖拳起来 把那个膝脸盆扣着 不当桌子 人家看你会不会觉得这人有点不疯魔不成活呀 我那会儿也不太跟他们来往 我事儿也挺多的 反正就是什么 一概不管 我老人家进来就是要写书的 你是不是已经以为你是神经有问题了 没有 怎么会 因为有时候跟他们聊起来慢慢的 后来我就经常给他们讲这个二战史 讲第二次世界大战 什么萨林格的战役 什么巴巴罗沙计划 还讲 弄得后来就围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就每天晚上有一阵子吧 就是吃晚饭 每天得讲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今天有听友告诉我说 听沈老师在讲堂上 讲历史感觉跟听郭德纲相声似的 是不是这口才就那会儿监狱里练出来的 可能吧跟那有关系应该 后来那帮育友还真的挺不错 一口一个沈大哥 后来我说你们不能光白听 这么着吧 你们帮我抄卡片 我看书 因为那会儿也没电脑什么 都是靠手抄那一张小卡片 就一段一段的抄成卡片 然后写作说用 后来真是发动 只要认识字的 大概有十几个人帮我抄卡片 所以 成立了一个监狱秘书班 专门为你写论文来服务的是吗 弄得还真是合作的挺愉快 不是号称那个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 就在你床底下吗 对 那会儿都传说北京二监狱图书馆就在沈老师 床底下 一堆书 而且全是就是马列著作方面 都是专业的书 除了马列还有很多史料啊什么的 包裹的卡片什么 大概一年就全部完成了 四十多万字 八五年春节的时候就写完了 就是后边那几个月倒是有点坐不住了 因为书也写完了 这个也快到期了 那有那个那点时候有点度日如年 但是不过中间我还出去两次 他为什么 因为本来啊 其实我们家里的跟那个司法部啊什么都商量好了 就是说这个沈老师这事 判完行你们就办个那个保外就医就完了 但是我又赶上个什么事呢 就是刚要判完的时候 突然这个全国严打下了命令 就监狱是止进不出 所有原来保外就医的全部收监 那自然我也就出不去了 不但我出去 那会儿你可不知道 那个监狱都一个小屋子里都塞满了人 那个睡觉都是鼻子对鼻子 脸对脸 都挤在一块跟那个山顶一罐头似的 一条一条排着 那晚上睡觉 翻身都一二三 全翻那边 一二三叭再翻这边 他要不然脸就脸对脸了 要不然就鼻子闻着人对方的脚 都没法办 这严打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那么一个现象 中国嘛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到妻的时候是第二监狱放的第一个人 但是在此之前呢 因为我母亲得了癌症了 我母亲为我这个事也是一直非常郁闷 结果就得癌症了 后来司法部那个公安部的找他 问他因为癌症晚期了 我已经知道没什么血了 说你还有什么心愿 他就说我想让孩子看看 就这么着 后来有一天就突然把我叫出来 出去以后一看 我弟弟在门口了 公安部开了个车把我接走了 接回家大概住了两天三天的 后来又回来了 回来没几天就 又来车把我接住去了 我就知道出事了 果然一回家看灵堂 我母亲就去世了 在监狱里没有能够长前进校 心里是很难受 后来再等我母亲去世 我再回 再回了监狱 大概也就待了一个多月 后来就释放了 我释放了以后 开始想的很简单 我先再回社科院呗 从头干起呗 我相信我还是有这个能力 而且我这有一本专注在手 比谁不强啊 结果没想到 哪不是那么回事 不让你回去 你早是被开除的人了 你是被开除工职 开除学籍 到最后连一个学历都没有拿到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的是 就是在志华老师的叙述当中 你怎么遭遇人生这么大的不公 你怎么能一点怨恨都没有呢 看历史看的吗 难道说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总给我讲那个 就是岳母次字的故事 这个对我印象是非常深 就是讲这个岳飞 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就是一个人呢 要精忠报国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监狱拿到第一钢笔的时候 就是那个律师 拿钢笔 我写的第一行字 就写的是掌握科学 报效国家 现在那词典上你打开 就在我那英汉词典上呢 写着 因为待会让我拿了部词典进去 这个国家对我这个概念 是深深的印在心里的 是 我考上那个社科院的研究生 一个就是考外语 一个就是考语文 语文就是写片作文 题目就是我的志愿 最后总结 我说我的志愿就是报效国家 国家有错误 有什么不公的 你也得忍着 国家利益 总比你个人利益大 我的国家概念不是说 是这个制度 也不是说哪些人 而是生育养育你的这片土地 是人民的一个整体 有这个社会的成分在里头 它肯定有它不合理的地方 但你的责任就是要改造它 你冤害有什么用 你能做一些工作 让它更合理 让它更顺当 更能发展 那么对你个人来讲 其实也是一种安慰 对国家当然也是一种报答 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一位对任何事情总是说好 说yes的yes man 而沈志华呢 简直就是一位总是说但是 说but的but man 那么听志华老师回顾他的往事 的确让人哭笑不得 每当他春风得意之时 总因大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 使命运发生莫名其妙的转折 荒谬串串 but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好在这位but man 但是先生有着一颗坚定的 精中报国之心 那么被逐出学术圈之后 他又如何在南方做生意发大财 如何金盆洗手杀回学术圈 如何与夫人李丹会赤巨资 携手追踪前苏联解密档案 如何从三无人员 无学历 无职称 无单位 而跻身著名学府 终身教授 那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 李丹会嘴对嘴 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的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沈志华 1950年生于北京 高干家庭 从小在公安部大院长大的他 万没想到公安的铁拳 会两度砸在他自己的头上 一次是在四五事件当中 他被张春桥亲自批捕 一次是在就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生即将毕业的前夕 因中美关系的一次小波折而受到牵连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志华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他充满诡异和荒谬的三十岁之前的人生 极其极落令人唏嘘感叹 那么被逐出学术圈的沈志华 究竟如何东山再起 并终将自己修炼成一代史学名家 他的夫人李丹慧 又是如何与他相识 给他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小凤之播是沈志华李丹慧 嘴对嘴的第三篇 也是终结篇 那么走出北京监狱的沈志华 来到了改革开放的深圳 刚出监狱的时候到哪儿哪儿都不要你 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 那会儿开始改革开放了已经 小商小贩都允许自主经营吧 那会儿瞎折腾 反正什么都干 大到倒腾汽车 小到这个街头卖梨 最后终于把自己给倒腾成大块了是吗 开始 一倒爷儿呀 很艰苦的 而且咱们这人脸皮薄 我这上街卖梨 哎呦 简直就难受死了 张不开嘴 张不开嘴 真忘了一坐 真张不开嘴 所以我整个一上午 一句话都没说 就跟这坐着 我恨不得就希望别人不知道我是卖梨的 以为我是买梨的 你是在北京卖梨吗 其实那会儿丹慧老师也在北京的是吗 但是你没有在街头上碰到过 卖梨的甚至吗 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对我的刺激特别大 就是根本这社会不容你 他不管你犯的是个什么错误 还是真错误假错误 但是你经过了这道坎以后就没人再看得起你了 你就是一个劳改式方范 我每个月都得到公安局报到 说我这个月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怎么怎么样 你一天不去 人家第二次就来找到你家登门找你来了 我就在家里接待了好几次派出所的 就是怎么样 最近有什么事没有 什么事呢 极有那种侮辱感 因为这会儿呢 就到了85年了 85年后来我听说深圳开放 说那有一个特区 对 是英雄不问出路 后来我就去了深圳 去创业 就在那边就折腾了得五六年 市场经济大潮给冲到深圳去了 在深圳也挣了不少钱是吗 最后都用来买档案了 因为我做生意的目的非常明确 我就要赚笔钱 解决了生路的问题 然后再继续做学问 开始目标是奔着要出国 本来我有一笔钱 我赚的 如果我这个生意做成了 其实是去美国 我的路都摊好了已经 就是我们跟日本要辣椒干 然后我跟香港的商人合作 坐在云南 把辣椒干采购 采购完了以后 交给它出口到日本 那一笔呢 其实我是能赚18000美金 当时这笔钱的数字就很不小了 挺大的一笔生意 我还真的非常尽心尽力的 我就一个人在云南住了三个月 那辣椒没熟的时候 我就去一片一片地圈了 然后等它熟了摘下来 带领那个妇女在那晒辣椒 得把它翻个得晾干了 然后又找那个昆明军区炮团的车 拉到昆明市 然后组织昆明这个部队的摘瓣 就辣椒的 辣椒后边那个瓣 就把它摘掉 然后打包上车 最后反正很辛苦 但是总算做成了 做成了 18万挣到手了 一分也没拿到 但是他虽然省了俩字 我受不了你了 沈老师 不是 他主要是香港商人心态很 一分钱没给我 就找不着这人了 叫什么名字 曝光全球追击 叫李什么 应该在你的每一篇学术论文 你的每一部著作的后面 写上 仅以此书通缉某某某先生 后来以前也没找到 没有 那会对我打击是很大 这个他一失踪弄的 我就是什么 全打了水扇 这么黑心 真是非常惨 你知道那会儿 我经常流着泪自己一个人 特别是在云南老山的山沟子里头 夜晚深沉 一个人孤苦伶仃 所以真是触景生情啊 那会儿我经常唱的歌 就是拉子之歌 拉拉公 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 的 都 明云和我奔向远方 奔向远方 到处流浪 孤枯灵定漂落四方 我看着是寂寞 都是沙漠 那四处空旷美人也 哎呀总而言之你一唱那歌 我就想每句话 每个词都像我人生的描述 在北京街头卖礼的时候 唱这个歌 在云南的山袜子里 也唱这个歌 是就是自己瞎哼 那时候是不是也在想 我的Leader在哪呢 那时候倒不是想 我的Leader在哪 因为它后边歌词有一段 我一直觉得有命运之心 虽然当时很惨 我是觉得早晚有一天 我会出人头地的 天生我才不有用 这天散尽还付来 其实你看多少年前 股市就已经预言了你的命运 回去以后就碰上这个黄金公司 江湖上传说你好像是 曾经是中国头号黄金贩子 他就是为这个公司提金砖 好像每次背两到三块是吧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 然后他到北京来 后来让我去 他住在那个宾馆里面 住在家里边 然后我去了 然后那个房间里边呢 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包 就放在那个正中间 地板地上 然后照相机的那种包 对 然后他让我去提一下 我当时毫无准备 我就那么一提 就差点一头就栽到地上 我说好来下午 太沉了 对特别沉 后来他告诉我 你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金砖 特别漂亮 金砖一块就25公斤 25公斤 50斤呢 50斤 对 那是挺沉的 因为我们家 那60斤 我都抱不动它 因为当时中国跟海外的金价 不同意的 海外金价是浮动的 中国金价是稳定的 那么所以 差价可以赚取 差价而且特别大 所以那公司呢 他老走私 国家一年批给不到五公斤 能干什么事 什么事也干不了 后来我这样 我去想办法 后来我就回到北京 找了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黄金司的司长 我当然也通过关系 他姓董 董司长 他就问我 怎么做到这行呢 我就把我的经历 就给他讲了一遍 我说我来做这工 就是我想赚笔钱 将来我回去继续做学问 你要能帮我呢 我这个感激不尽 你要不帮我 我也没办法 我发现这董司长真是 他第一次就批了我30公斤 这很不得了 沈志华老师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人家说 人生的坎坷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你看 你跟这董司长 一讲你的人生的坎坷 立刻就变成了 宝贵的财富 我既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也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 他们都不信 完全是被你给打动了 所以那会儿呢 我们公司的这个黄金的原料 基本上就是靠我一个人提供 这样我们再给他融化 融化以后 制成那个首饰 各种各样的项链 什么手镯的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 曾经要给过我什么金戒指 后来我一点都就毫无兴趣 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也不要 我认为俗不可耐 那会儿真是一次少了背两块 多了五块 我最多的 就背着金子上飞机 我那个一个人背不动 就是那会儿让我弟弟 还得找俩人互送 所以那会儿就每年 得跑个三四趟 差不多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就跑一趟 背着就上飞机 反正那会儿也是赚钱也很容易 一年弄个几十万块钱 那会儿几十万绝对是大块了吧 我想那会儿当会儿老师 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帮大块的感觉 没有 没有任何 我对他的财产毫不感兴趣 那会儿表面上也看不出我有钱 因为我一分钱没往兜里装 全都攒着呢 我跟公司 我说你就搁在公司的账上 完了公司用钱嘛 你们也可以用周转 但是这钱是我的 早晚有一天 我说我要办研究所的时候 你把钱都给我画到这个研究所去 这么做了 大概有两年吧 90年 一个钱赚的不少 再一个呢 我就觉得这个岁数也大了 已经是40岁了 我就觉得 这个得赶快转行了 就这么死活非得搞研究所 死活非得研究学术呢 难道说玩历史比挣钱还要爽 因为人的一生 我总觉得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吧 他说他再轻苦 但是你喜欢 他就不会感到轻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真的是 其实心里一直有股怨气 终于把这股怨气吐出来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没有抱怨的 其实我是心里怎么会没有 但是怨气不是说怨谁 我都不知道该怨谁 那么多人帮助你 是吧 但你命运就是如此 你想进这个学府就不让你进 你想进研究机构没人要你 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觉得也不是 所以我总是想要让社会承认我 我也想做出个样子给社科院看看 你成立研究所不会是跟社科院叫板吗 真是有一点 就是想走一条体制外学术研究的道路 数着挣的钱 差不多够建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机构了 然后你就金盆洗手 这可是真正的金盆洗手 不是一个象征性的金盆洗手 这个还跟一个老道有关系 道士啊 一个老道士 一个道长 我在海南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 有一个人老跟着我在后头 我觉得很奇怪 我走哪是跟着哪 后来我说你怎么老跟着我 他说你这个面相不凡 我一想又是算命的 因为经常有人跟我算命 一说先生你这个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两耳垂肩 没两耳垂肩 反正我耳垂比较大 就是有浮相啊 怎么怎么样的 我就有点想调侃他 对我说那你先说 我是干什么的吧 当时的海南那个情况 刚建省嘛 乌鸯鸯的都是做生意的 但是当时你不是个生意人 说你也不是这个国家干部 我说那你看我是什么人 说我看你像个书生 哎呀 后来我说咱俩找个地儿喝茶吧 我说我倒要听听 你怎么看我就下个书生 他说你少年得志 但是你呢 你中年有一段是非常坎坷 遭过大难 但是你四十岁以后是一马平川 哎呦 这让他给说准了 是不是一马平川我不知道 但前两段他说的很准呢 你说我十七岁以前 那不是真少年得志 然后中年就不断的一个 这个灾接一个难的 后来我说我就等你最后这句话应验了 就是我四十岁以后一马平川 那年我四十一岁嘛 后来我说那现在看来我是真的应该离开商场了 神秘人物啊突然出现 给了你一种命运的指点 我就记着那个一马平川了 你看志华老师这会笑多爽朗啊 然后又终于一个回马枪啊 一个回身又重新杀回了学术圈 好像是又做书啊 又怎么样的 终于积攒了足够多的财富 之后呢 志华老师就做了一件令中国学术界啊 历史学界很震动的一件事啊 就是赤巨资去苏联的前苏联的档案馆 买回了很多很多的档案 那我现在就想知道 就是你们两位 为什么最终还是会把这个研究领域锁定在冷战 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冥冥当中 包括自己人生的就是这些经历 这些遭遇 也好像是在逐渐的引着你们走到这条道上 是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研究领域来讲 现在算是冷战 但是为什么会跟这个领域走到一起呢 其实是就是我们的初衷呢 是要搞历史研究 搞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档案文献 我是93年这个钱也赚的差不多了 就想真正的回到这个学术界 要做些学问 做什么呢 还是搞自己的苏联史嘛 那会儿 那么94年的时候 我跟单会我们俩就到深圳筹了一笔钱 召开了一个苏联冬欧史的那么一个学会 把国内一些专家都请去 大家讨论 在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说现在苏联档案都解密了 就各国都去逃犯 说中国怎么没人去 我说我去 他说你去 因为当时大家没这个概念 这都是国家行为 你去怎么能做这事 你有多少钱 我说钱的问题不是太大 问题是我没身份 我怎么去 那会儿别说护照 两个单位也没有 谁给你出这证明 后来回来 那么我就去找社会员台 那会儿王忍之 他中宣部部长下来 就当社科院的党组书记 他拍板 他说这事是一定值得做的事情 当然你搞历史 你当然有这种大案文件 一定要去搞 但是现在国家没钱 他缺钱 你缺身份 我说这样子 我来做这个事 这个钱呢 我来出 但是呢 凭我个人也不行 对吧 我一个专业离开那么长时间 外语也不行 你要给我一个身份 就是我在社科院可以组织人 这样我们一起去搞 孟然之一口答应 这么着 我们第一次这个95年 这个就科题组就成立了 然后就我 他 李丹慧那会儿也调到社科院去了 还有一个文医 还有老薛 他们俩都是一个搞苏联史 一个搞中苏关系史 俩俄语都非常好 一行四人 我们就去了俄罗斯了 就到了那儿 其实才知道 就是他党案最开放的时候 其实是93年94年 我们等我们95年 我们去也是秋天了吧 天气还有点凉呢 它已经比较收缩了 但是还可以看 就是这个价钱贵的要命 而且官僚习气让人难以忍受 这个开门时间很晚 而且挨搭不理的 等于我们头一天办那手续 就办了整个一上午 都没进了门 就在那小窗口那外住等着 然后在门口坐着一直等 等到下午好容易进去了 没干俩小时 人下班了 给气高气 他是快11点 他才上班 然后刚上班没多久 他们就开始什么 喝下午茶了之类的 然后接着就下班了 弄得简直一天 反正你跑一趟 干不了什么事 社会主义不存在了 社会主义的弊病还存在 后来我们回来商量说 怎么不说照这么弄 你想我们在那儿 当时住是不花钱 因为这算社科院的交流项目 但其他的费用都得你自己出 关键吃饭贵 我记得 这边物价特别高 第一天咱们到了一顿晚饭 哇四百多美金就没了 吃什么好的了 没有 就一人一个菜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个宾馆的餐厅 那宾馆还是社科院的招待所 住的都是学者 哎呦那一顿饭给我们吓住了 我还以为他多了个零呢 我说你四十美金也差不多 四百多美金 我记得是把咱们俩的钱 基本上全用光了 对 后来我说这还了得 咱们这么吃 我说不行 同志们 大家要坚固朴素 咱们就买大米 后来都是在郊区 那个农贸市场买回来 那个文艺特会做菜 做饭 晚上他来做 待来做 我那么吃 但是这么耗气去也不行 回来我们就商量 最后商量出过办法这样 咱们就管弄那个目录 就咱们需要的东西 咱们就赶快目录 买回几本那个目录集 什么指南 然后晚上大家就看目录 自己摘成那个目录单子 一页一页的 然后就是拜访这个俄罗斯学者 因为他们都有些认识人 然后我们再通过跟他们单位接触 找一些朋友 一块喝酒 关系搞得不错 那学者愿意给你扛活吗 愿意 一个是当时关系不错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酒喝得好 酒喝好了 这俄国人什么事都愿意干 我今天已经领教了 丹惠老师跟志华老师的酒量了 其实今天也没喝多少 但是就是能够看出来 他们两位非常的好酒 就一瓶什么净八仙原浆 然后俩人一边喝 好喝 这怎么跟茅台的味差不多呢 一看就是很会喝酒 很懂酒的人 然后你每个人还给发钱 对吧 那当时对他们来讲 每人给个几百美金 那就是很大一笔数字 所以当时有那么三四个人 把钱给他们 然后把目录给他们 因为我们当时主要跑两个档案馆 因为那会儿大街上的 流散的杂志 或者档案集也非常多 也购买了很多 那些档案都是苏联 什么时期的一些档案呢 什么时期的都有 当然一个跟中国有关的 我们特别注意搜集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 就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 那这一次俄罗斯之行 一共花了你多少钱买档案 记不清了 那总计这些年买档案 一共花了多少钱 这个账倒是算过一笔 你看我们这是去了一次 后来又去了一次 去了两次俄罗斯 去了两次美国 后来我们发现在美国 逃这个档案 比在俄罗斯更方便 费用也低 那就是好几箱 好几箱的往回运 加上搞的这些东西 然后就组织了13个翻译组 翻译 然后10个编辑再编 每人一段 整个这个下来 140万 140万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笔巨资了 再一个刚才 什么俄罗斯解密 美国解密 什么东欧解密 中国的档案呢 中国的档案 你们是不是看起来 就不用买吧 也不行 比较起来 中国是最差劲的了 因为中国档案的这个解密到开放 整个没有形成一个制度性的东西 虽然有这个档案解密法 但是没人执行 找起来很麻烦是吗 光麻烦就好了 它根本就不让你看 现在中国出的一个就是萌芽状态 它始终是一种重管理 轻利用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从这个中国对档案的观念来讲 原来就是保密 它没有把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财富 作为国家构成文化基础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制度呢 我想应该在不断地改进 推动中国的档案开放 只有中国档案开放 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历史 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的发展 档案就是历史学家的粮食 在山东大学天人讲堂上 沈志华先生讲述的一段搞笑经历 正好凸显了中国档案管理的尴尬之境 我们在开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 这个美国学者说 你们中国学者老不用自己的档案 老用人家档案 他更不了解 这个中国这个档案 现在这种状况 确实令人非常痛心 就是蛋管开放是开放 它没规矩 说不让你看就不让你看 说让你看什么都能看 那就看你有没有关系 是我们俩去到辽宁省蛋管 其实我就想查这个苏联专家 当时一五计划的时候 怎么帮助中国搞建设的 姨老太太出来 你要查什么 我说苏联专家 设外走吧 不开放 门都没让进 就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回了北京 找到人民大学 这个档案系的系主任 我说喂 这个辽宁省有没有你学 他说打他们局长就我学 马上打一电话 通完电话我们俩又去了 还是那老太太 来了快请进 答案找给你展开了 还不是这样 说这只是公开的 里边还有内部的 看不看 所以很难讲 那么我们公布的文献 有比较大的问题 是它删改太多 挑选性太强 它给你看的这些 其实就这个筛选本身 就掩盖了很多的历史真相 比如说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外交部大案都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山东电台经济频道 小凤之波是著名历史学家 沈志华 李丹慧嘴对嘴 一段广告之后 欢迎你继续回到 小凤之波时 今天的大结局终结篇 我自然是要承袭 嘴对嘴系列的传统 让他们两个人互相揭短 互相揭发 果然是挖出不少糗事 那么但是在八卦之前呢 我还是想让大家再来领略一下 同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 研究员的李丹慧女士 作为严肃学者的一面 一起来听一段 李丹慧做客山东大学 天人讲堂的精彩演讲 那么在1969年3月2号 中苏边防军人在珍宝岛 发生了武装流血撑吐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几乎一夜之间 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 便取代美国 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李丹慧通过追索大量 档案文献 以及当事人的回忆 为我们还原了那场 珍宝岛事件的真相 李丹慧教授 李丹慧的情况是 很多连长一学的老师 都熟悉的珍宝岛事件的真相 1966年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而这个时候呢 1966年1月份 苏联和蒙古签订了一个 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互主友好条约 其实就是对着中国来的 而且我们说的是 苏联在这个苏中边界地区 陈兵百万 那么对中国是构成了 构大的威胁 那么国内呢 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渲染起非常强烈的这种反苏氛围 所以到69年这段时间 中苏边界冲突呢 是4600多起 那么69年1月呢 在黑龙江的五八老岛 还是在哪个岛啊 还发生了苏联方面用这个机关枪啊 点射中国方面 就这种很严重的事件 中国方面确实有一个忍让的过程 当时呢 中共领导人呢 只是啊 说对中苏之间的边界冲突 我们要有礼有利有节 而且是要不斗则以斗则必胜 到这个时候为止啊 实际上呢 中苏边界冲突啊 这个时候也是有三种方案可贡献责的 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维持边界现状 进行政治斗争 那么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维持过去的棍棒式的武斗 不让这个边界冲突升级 那么第三种方案呢 就是武力打击苏联 不惜发生热战 发生一场战争 那么当时是在特别强烈的一种反苏氛围下面嘛 所以中共中央呢 还是采取了第三种方案 所以1969年1月25号 黑龙江省军区呢 就提出了一个反干涉方案 反干涉方案呢 就是设想的是三个连的兵力 投入三个连的兵力 然后有一部分兵力呢 上导潜伏 然后呢来打击苏联方面的巡逻队 那么2月18号总参批准 外交部批准 然后接着报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批准 所以这样到1969年3月2号 珍宝岛事件爆发之前呢 中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是要打这场仗了 那么1969年3月2号呢 珍宝岛事件就爆发了 然后3月15号呢 打了第二场 双方的炮火全部都投入了 其实苏联方面当时呢 边防军呢 马上就向国内汇报 但是找不到最高领导人 伯利利涅夫出访了 国防部长格里奇科也不在国内 所以呢苏联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么3月17号呢 打了第三次 这次呢是没有上岛 3月17号的这场战斗是因为 3月15号呢 苏联有一个坦克 掉到我们的这个 吴苏里江里面了 所以苏联呢 想要把他这个坦克给拖回去 那我们当然就不允许他拖回去 我们就强烈的炮火 最后把他给挡回去了 没拖回去 后来这个坦克呢 我们把他捞上来了 然后就陈列在这个 军事博物馆 这是作为我们那个 反对修正主义新沙皇的 最有利的证据啊 是我们的成果 这个是珍宝岛事件爆发 那么我们来看 为什么当时要选择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是怎么考虑的 实际上时间之所以要选到3月份 那是因为中共中央当时已决定 要在4月份呢 4月1号要召开九大 中共一直都是通过代表大会 来发布大政方针的 这样呢也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所以就选在九大之前 时间选定了 那么为什么选在珍宝岛呢 那就是有两种考虑 一个考虑呢 就是珍宝岛呢 是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时候啊 苏联方面已经同意 归还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打呢 苏联不至于有太大的反应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珍宝岛又是苏联方面 1947年开始就上岛巡逻 守卫的岛屿 所以呢 这个岛呢 对苏联来讲呢 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岛屿 我们要打他呢 我们要打他呢 又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就是说既要有影响 又要有安全系数 那么就选定了珍宝岛 以上就是冷战史专家 李丹慧女士在山东大学天人讲堂 所进行的 所进行的关于40年前那场珍宝岛事件真相的演讲 珍宝岛事件曾使我们站在核战的门口 也直接开启了尼克松访华的大门 是中苏美三方在冷战中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那么沈志华李丹慧这两位研究冷战的专家 他们在家中又是如何进行锅碗瓢盆的热战呢 小凤直播室一直在温情默默中上演的著名历史学家 沈志华李丹慧嘴对嘴大戏 终于要露出真容一角了 小凤直播室这个嘴对嘴系列呢 一般来讲本主生扮演的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角色 但是呢今天这个角色扮演的比较失败啊 然后他们两个人一直是处于互相爱慕 互相赞美当中呢 使我不太好意思挑动他们啊 但是我觉得节目最后了 还是让他们两个人互相节节短吧 谁先举手 志华老师来 李丹慧号称啊 当过这个崔史源会做饭 但是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 他大概做过两次或者三次饭吧 给你吃的什么 有一次他说给我炒个鸡蛋 我想炒鸡蛋很容易吗 那你就炒吧 完了 底下来很快炒上一盘来 后来我这个人呢 吃东西一般的没有什么讲究 比较随便啊 但是我这个吃的这个鸡蛋 颜色不对黑的 乌鸡蛋 不对啊 乌鸡鸡蛋也不是黑的 这是一次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炒鸡蛋怎么都是黑的 人家炒鸡蛋都是黄的 他说鸡蛋都这样 后来 董家的小保姆回来 我说你知这怎么回事 他说那锅呀 昨天弄糊了 他没刷 第二次炒鸡蛋 还有第二次 第二次是我到了上海 就新置办的家具嘛 什么什么 然后他来视察 视察以后 说哎 周啊 我这回给你做个饭 我说什么 他说还是炒鸡蛋 我说行 这回锅呀 新的 那不会黑 这鸡蛋黑倒是不黑了 我怎么吃着黏糊糊的 这又是放的什么佐料啊 是 我说你放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放啊 就是放的油 我也没弄明白 他也没弄明白 后来 我那学生来了 我问他 我说你尝这鸡蛋怎么回事 哎呦 他说人家锅呀 为了保护那锅面 刷了一层那个胶 你应该先把那胶给铲掉 再弄 他说他把这胶炒到鸡蛋里头了 这胶是不是得有毒呀 你这不是 谋杀亲夫吗 那我就 怎么没有啊 那你的缺点 你是记不住吗 对这两次事情 好像丹卉老师 选择性失忆啊 不记得了 明显的是不是 不尊重史实啊 那个志华老师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的错误 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 失去记忆 都是他不想记住的东西 好像这个也不只是李丹卉的毛病是吧 是吧 不过说实在的 志华老师刚才他讲那么多悲惨的遭遇 我都没那么同情他 这两个炒鸡蛋 一个黑鸡蛋 一个黏鸡蛋 我现在觉得无比同情 沈志华 我现在情感上已经发生了一边倒的 倾向 对 所以丹卉老师 你要赶紧把我拉回来 志华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干过 什么对不住你的事 对不住我的事 好像还真没有 这阶段 我还真想不起来 因为他不拘小节 比如说去买东西 买水果 我们本来说是要去看什么人 那么他就是到了那儿 其实我也是这毛病 反正他去了以后 然后就买一堆水果回来 因为都不看 拿回来以后 一翻 好多都是烂的 这种事情其实经常发生 我比如说这个梨 我买多少斤 然后人家就说 你还曾经卖梨的时候 还要假装自己是买梨的 就是那种散装的 根本就没有看 当然了 好几次 挑梨呢 他挑回一筐烂梨 对 好多都是烂的 也没法送人 我知道了 他实际上是在选择性报复 你给他吃黑鸡蛋 他就让你吃烂梨 还有什么 这个错误 我觉得是属于可以原谅的错误 是吧 就是买东西挑的不太仔细 以后要一个一个的扒了皮挑 我这是最近期的一次 是去年冬天 北京刚下完大雪 地上都结冰了 我们去大兴那边 我们家那边去取一些材料 他开车 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咱们不要走 有一条路 就是车不多 我就说 咱们不要走这条路 然后他就特别的固执己见 不听老人言 然后就非得要走这条路 结果我们刚走过去 没多久 忽然间 他那车就打滑 然后最后我们那车就掉沟里了 就掉到沟里面 然后我们俩好不容易从那沟里爬出来 然后就给救援队打电话 救援车来了 还拉不上来 最后来了一辆大车用那个脚锁 后来把我们的车掉上来了 不过万幸的是没有什么 我们俩都没有受伤 当时我们俩都穿得特别少 冻得要命 一直折腾到晚上快九点了吧 九点多钟才回家 后来我就说 你就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开车不好 你开车好 你知道他学完开车 有一次他就拉着他父亲坐那车 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 爸这个我开车怎么样 他爸说什么 孩子你很勇敢 他勇敢到什么程度 有一天晚上我妹妹病了 他就给单会打个电话 单会赶快就过去 人家那一大铁门关着呢 是铁炸了门 他不会就冲过去了 他冲着冲 就把门给撞开了 就进去了 太厉害了 你不只是棋女子前面要加一个定语 彪悍棋女子 你这就完全冲发我了 我对李丹慧的评价是棋女子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遇见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当资质通鉴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是文白对照权益资质通鉴 其实没赚钱的时候 就是刚书刚要出版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把我从深圳弄来的钱都拽进去了 但还剩了一两万块钱 很困难 后来我就跟单会 还有其他几个朋友都跟他们说 大家喝酒的时候说什么 我说这说赚了钱 我一定要建个史学基金 鼓励中青年出版史学著作什么 有一方宏大的设想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是天方夜谭 跟着说马上你就要破产了 你还这个那个的 后来果然赚了大钱 赚了大钱了以后 当时我们就商量 说我们现在就要履行我的诺言 我就要建立这个基金 但是参与这个工作的还有其他很多人 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志愿 说你应该把钱都分了 大家都有份 从我的观念上 这是不应该分的 为什么 因为谁投资谁得益 这是商场上的最基本的规律 谁投过一分钱 谁都没投过 都是我省着还一个人的钱拿回来投的 所以我投资我得益 你不管我将来用什么 但这个商业道理是这样的 至于每个人做的工作 我该付的钱都付了 主编费给不给 编辑费给没给 翻译费给没给 而且我是翻倍的给 这是道理 那么道理是归道理 是吧 有情情面是归情面的事 所以我说你们说这个我也同意 这样拿一百万大家分够不够 都说都可以可以 所以每个人都分了几十万块钱 别人拿钱就都走了 只有礼丹会 说志华你说要建那个基金 你是不是真的要建 我说那当然 别人不建 我有钱我建 他说好 那我钱就不要了 你就去建基金吧 当时我真是另眼看待 此人不得了 那会儿你们俩 还没有建立恋爱关系呢 也有那么点意思 那你投这笔钱有那个情感成分在里面吗 没有 是对历史的情感 不是对沈志华的情感 是不是 那时候真的就是不是很看重钱 我看出来了 当年你见到金砖的时候 毫不动心就已经看得出来 好像对钱没什么概念 是不是 确实 设立基金这个事 是对我震动比较大 我觉得一个女子 能够有此等见识 非同一般 此等生活 一般男人都做不到 你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惦记丹会老师 那会儿我就觉得 他非我莫属 刚才采访当中 其实有一段重要的细节 被我们简短结说了 就是志华老师 和丹会老师的相遇 当他际遇开始好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恰恰碰到他 对那个时候 你眼里的沈志华 是个什么样的人 八十年代末期吧 我和几个朋友 我们做文化大革命史 搞文化大革命试点 然后他那个时候 是因为他不是被迫下海吗 下海 然后他回到北京 然后当时是做 二十世纪文库 对 就是邓武方 就是要搞一个一百种 社会科学 外国名著的翻译 后来要找一个人 在那主持编辑工作 然后就把你逮去了 对 那会儿我正在 我正在南方 做那个石膏板的生意 开工厂了 后来我就回来 就编书 那一边编书 一边偷着谈恋爱 是吗 那还说不上恋爱呢 但是反正他就来找我来了 然后我们找他呢 就是联系 我们这个文革史的书 他是不是能够想办法 帮我们出 就这样见面 而你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见 他在那编书的那个地方啊 叫钢肠研究所 相当于智漏医院之类的那种 钢肠 后来以后我们 我们几个朋友 就搞了一个文革史的朋友 我们就说 和他不是建立联系以后 我们就自己私下说 终于钢和肠连起来了 当时因为他经历非常的坎坷 很比较复杂 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承受能力特别强 而且他那个不拘小节啊 什么这些 还都挺喜欢的 而且我那时候就比较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 穿的什么西装革履的这样呢 所以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就是人家问我姐姐 说给我介绍对象吗 介绍男朋友要找什么样呢 然后我姐姐就跟他说 穿的越破越好 就是这种 俩学者一块过日子 好像是有点这个穷对付的感觉 所有的精力都用在 学术研究上了 因为我知道今天节目 虽然是志华单会嘴对嘴啊 也可以叫做 宅男宅女嘴对嘴 他们俩可宅了 平常好像也是属于那种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上网就是看资料 其实还是 我觉得还是很对不住他 因为我觉得 我应该更多的照顾他 然后他学问 其实他做的更好嘛 所以他就 他找这老婆比较倒霉 找这么一老婆 还好了 至少你还知道给他准备一把药片 虽然有的时候能割成雌激素 其实厨艺嘛 可以练练嘛 不是什么多难的事 真的不要练 精力千万不要放在这 有这时间多看两份档案 你老婆看档案 比你老婆炒鸡蛋还重要是吧 因为你做饭这个事 有人可以替代的 他像一个公投似的 就是如果我干活 他就特别高兴 如果我在那 比如说在玩啊 或者是我睡觉 他就会特别不高兴 他真的是一个工作狂 真的是一个工作狂 工作狂自己发狂不行 还非得让老婆也跟着一块狂 所以老婆给做不做饭 根本就无所谓 但是老婆要是不看档案 志华老师不愿意 而且我还知道 志华老师曾经还想一招 说我看档案 研究中苏关系史 然后当会你去学外语吧 将来给我当翻译 对 我不愿意 我说凭什么你 你不学让我学 我不愿意把太多时间 花在这个学外语上 也许是一个遗憾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读 但是听说都不行 我觉得李丹辉没有接受 我这个建议是战略性的失误 为什么呢 你们俩现在夫妻双双的 经常出现在各种很大的 那种国际学术会议上 知道搞这个世界史 特别是搞像冷战史 这种国际关系 他将来是要国际交流的 就不是你在华语圈内 就能完成的一项工作 所以1995年的时候 记得我们戴莫斯科 搜集档案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设想了 我说待会 这个咱们做这行 早晚有一天是要走出国门的 特别是说专业外语 他不干 凭什么你搞研究 我搞外语 那么你搞外语 我搞研究 调过来 我觉得还是 因为现在的研究 你有你的特点 我有我的特点 你有你的范围 我有我的范围 那么你学问做得非常好 我学问做得也还不错 所以要求开会 比如会同时邀请两个人 你要是现在 我专门做你的翻译 你不太可能 你开什么会 你全都带一个翻译 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毛病 我认为我不喜欢的 就是比如说 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 他自己成为这个谈话的中心 比如说一说起档案 然后一说起什么历史研究 然后他就滔滔不绝 然后别人比如说 抢过话头去 在聊起别的以后 他就听得特别没劲 然后一会儿要不然就昏昏欲睡 反正就不搭茶 然后呢 但是他曾经遇到过 一个克星吧 当时是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朋友 去我们家吃饭 然后他不就弹性正浓吗 就特别想要聊的时候 刚说一个朝鲜战争 然后这朋友就接过来了 然后就 讲了好多朝鲜战争 然后他就使劲的咽吐 因为他想加进去 怎么也加不进去 对 然后讲的头头是道 然后 然后呢 最后他终于插个空 他就想那我就不讲朝鲜战争了 比如说咱们说林彪吧 刚扯一个林彪事件 还没容他说呢 就被这个又给接过来 又说 后来给我乐的 就没有他的一点 那个讲话的机会 所以他那天觉得很无趣 很郁闷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毛病 如果一个人老要把自己 成为这个谈话中心的话 那就是一个毛病了 可是成为谈话中心的 不是别人 是你的老公啊 那我不这样认为 你没有那种 欺为孵容的感觉是吗 其实通过这一段 互相揭发 我们听众朋友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两口子 绝对不是大家以为的 孵唱孵随 丹惠老师是一个 非常强硬的 其实对我来讲 走到这条路上 一个是环境 驱使你所做的变化 但是也有你对这个环境的思考 对 我认为做什么事情 都要符合我个人的一个 人生的追求 就是要实现你人生 个人的价值 实现你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的责任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那么之所以落到史学上 就是因为他的那种震撼力 就是你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的时候 就是能激起我内心的涌动 每当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档案文献 能够通过对他的解读 改写了一段历史 非常激动 好像把那个镜子又擦亮了一会儿 他一谈起档案就特别的激动 就眼睛放光发出绿光 然后一说别的吧 他就沉默不语 很乏味让人觉得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 特别是在我的那个书房 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激动 看见那档案 我眼睛就发亮 怪不得有人说志华老师 这是又有钱又有病 真是这样 所以慢慢就把个人的兴趣 爱好生命追求都融合在里头 非常感谢沈志华先生和李丹慧女士 在做客山东大学天人讲堂之后 又到花园路圆圆餐厅 陪我聊到深夜两点三十分 第二天他们就离开济南 踏上了赴加拿大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的旅程 他们尚穷避落下黄泉 花费140万元 搜集来的1.5万件历史档案 如今全部收藏在华都师范大学 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同时志华和丹慧 还自费复印 以及刻录两套完整的档案资料 以及光盘 一套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套送给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唯一的条件就是全部免费开放 工人自由查阅 好小凤直播是著名历史学家 沈志华李丹会嘴对嘴就进行到这里 主持人小凤代表节目总监张新刚 共同感谢您的收听 再会